话说这天下大事分九必和和九必分 自从东周平王东迁之后 风雨飘摇的周潮已经如同种种枯骨 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我们故事发生的年代 公元前307年 正在准备东征的秦武王路过洛阳 他想到当年楚庄王曾经问鼎中原的故事 于是也强令周天子抬出九鼎观摩 当他看到代表秦国的雍州大鼎时 天生履历过人的武王好胜心就犯了 思洛穿过鼎耳 几百斤重的大鼎被武王举起 但天有不测风云 武王低估了大鼎的重量 哐当一声 大鼎落下 砸碎了武王的大腿 也砸碎了秦国好不容易维系住的王权稳定 因为 这个年轻的秦王并没有留下子嗣 王位按照顺位 是有远在赵国的人质 也就是武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银记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 旧王刚刚去世 秦王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而在秦国的蓝田大营中 已经有人奉甘丞相的秘令 来找秦又向银记 银记刚刚获悉此事 秦国目前正值生死存亡之计 他需要将军白启过来协助他 白启立刻担当起迎接新王的重要任务 秦迎新王 新王不归 子宫不葬 丞相已经调了一部分蓝田兵马回咸阳了 好 贝马 立刻去照顾 他刚见到魏冉说完迎接的安排后 魏冉也没用任何推辞与犹豫 就出发表示要迎回新王 但毕竟旅途过程困难重重 魏冉请白启看在二人交情的份上 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 白启要照看好他的姐姐 白启郑重允末 很快 白启就以秦国使臣的身份来到赵国面见赵王 而另一边 魏冉也以使权的身份来到燕国 至于二人敢如何配合 才能保出新王 挽救秦国设计于水火 话说白启将武王举顶而亡的消息 告诉给当人质的米八子后 米八子表现出了开头那样的冷漠 他见白启已经将回国事宜安排清楚了 便立刻进宫要参见赵王 而另一边 魏冉也说服了燕王派出岳翼将军前往赵国 见此情况 赵王立刻同意了迎接回国的请求 就这样 他们在众人奇特的目光中 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进全宫内 甘丞相按照迎集之前的交代 以秦王重病实在无法见客为由 拒绝了文武百官的参败 而四子心切的太后 书要见儿子一面也被阻止了 甘丞相在太后耳边一阵而已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太后听完之后就表示不会打扰淫荡 看来 他也已经知道儿子的现状 十分矛盾 作为母亲 他很想见到自己儿子 作为一个国家的太后 他又不得不收敛心情 而另一边 迎集跟米八子回国之路 同样也不太平 毕竟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他回国继承王位的 在与燕国的月异词别之后 异行人刚刚走到秦赵两国边境 就遭到了黑衣人的攻击 一番厮杀之后 黑衣人将所有护卫的士兵都杀死 但却没有见到迎集与其母亲米八子的踪影 原来 白天跟月异的词别 是早就安排好的一场秀 此时的迎记母子 早已在月异的陪同下来到了秦卫边境 见到了魏冉 但此时 危机仍旧没有解除 乐意心眼活泛 他提议 几人换上平民装束 混在魏冉的使者队伍中 只要渡过了寒谷关 就万事大吉了 乐意的法子果然有效 几人心夜兼程 很快就没有阻拦地来到了寒谷关 看着近在咫尺的寒谷关 米八子感慨颇多 毕竟 这里是他阔别已久的故乡 成功入关后 魏冉带着二人继续换成快马奔向咸阳 但此时 身后已经出现了追兵 原来 当当丞相宣读先王一命的时候 就有不少人反对 其中也不乏一些有王位继承权的人 比如公子银状 路上的刺杀就是他主使的 但其实在他的背后 是太后未书 其实他也不是慈禧式的人物 他并不想把控整个朝政 当得知银记没有受伤后 反而有些许欢喜 银状见太后心软 立马在一旁煽动 称银记二人入城之后 欢庆自己的圣路 完全没有敬畏先王的想法 这让太后的母性再一次被调动 他对米八子与银记恨入补损 立刻同意帮银状夺取王位 那么 太后与银状 米八子与银记 这两对人马之间 究竟是谁输谁赢呢 这个女人简直就是本剧的智力担当 她没有急着让自己的儿子登基 而是先召集朝臣 表示得先给先王定下示好 发丧 告知六国让他们派人过来调宴 才能再行登基示意 这个举动直接就让本来气冲冲的太后舒缓了不少 但就算这样 银记母子还是十分危险 如今秦国大局不稳 银记虽然有先王的遗仗 但是宗室子弟们自成一派 他们在银状的带领下带头不服 甚至想要作乱 鉴于这个现况 米八子决定择日不如状日 在六国过来调宴的同时 举行登基大典 然而 银状却也决定在同一日 私自给先王发丧 这是王上的葬礼 我要让我的荡儿 入土为安哪 母后所言极是 举世之事 便是王上大葬之时 庄严肃穆的登基大典刚刚开始 六国与群臣已经祭拜完先王 但此时 银状带领的宗室子弟们 却打断了银记的登基大典 他们借口称先王必须先出兵 而且过程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否则他们都不允许登基 其实 银状根本没有这样的号召力 他能做到这样 全然是太后在背后指示 面对这样的情况 心思缜密的米八子并没有上前争点 反而是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请求 银记也表现得十分敬畏太后 这让太后感受到了 他们对先王的虔诚根敬畏 于是 太后也不顾银状阻拦 跟米八子达成和解 先王顺利出兵后 银记也成功登基 米八子成了米太后 原本的魏太后也成了太王太后 两个女人一起接受六国的朝拜 此时 韩国使者求见 称秦国韩国素来就是友好的邻国 如今楚国多次围困韩国 但秦国无视韩国多次的求助 倘若韩国国灭 纯王齿寒的道理 秦国上下自然是能懂的 使者的意思很简单 拉我们韩国一把 不然我们灭了 楚国顺着气势在 把你们一块收拾了 太王太后此事发挥了他的被动技能 心软 大手一挥就要派秦军出征 但米太后却有共同见解 她十分开放地用床为之士作为比喻 简单意思就是说 韩国没有给半点好处 凭什么要秦国出人出力呢 其实这话说的也没什么毛病 只是此番言论实在太过抓眼 秦国宗室上下一致认为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尤其是银壮 她总想让太王太后支持她成为新王 而且理由说得十分冠冕堂皇 恢复王室正统血脉 这个放荡的米太后 指不定生的什么野主 说实话 小编都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但银壮倒是信心满满 她私底下联络了其位韩三国 帮助三国军队绕开了秦国的防区 直直成兵寒谷官 太王太后听完大惊失色 她一开始以为银壮搞个刺杀什么的小政变 也就算了 如今隐狼入室 简直有伤果本 但银壮表示 这还只是计划的一小部分 只要过了这几天 银记必定人头落地 自以为是的银壮 愁愁满志地向秦太后打包票言之凿凿 此为有邦而非外敌 紧接着分别命银雍 银河 银淮 于全宫九宴 去往咸阳宫的路上 即咸阳宫内 部下为银记量申定做的三重刺杀 尼眼的出现让秦太后激动不已 米眼虽非她的亲子 却是她细心抚育长大的 得知是因为 银壮已与异区王联手 米眼将参与其中 更是直接要求米眼离开这世妃之中 昏黄幽暗的烛光下 华丽的宫殿里 秦太后行尸走肉般俯秦沉思 已是银记却赶来看望秦太后银记 看着面前稚嫩的银记 听着她要代替当哥哥照顾自己的话 这样纯真的孩子她怎么下得去手 可失去淫荡的丧子之痛 又让她无法放下对米王太后母子的恨意 秦太后内心无比的煎熬 无从选择 就在秦太后设计这一切的时候 米王太后也没有显着 隐忍如米王太后 这样一个机会她足足等了三年 冠礼之日终于来临 早已洞悉全局的米王太后 将计就计将独酒调换 本欲送走秦太后 孝顺米眼却不忍见此情景 一边是亲娘 一边是养母 半路冲出 夺走两位母亲手中的酒杯 在哭喊声中一饮而下 为了减少痛苦 米眼提出要交迎记忆取剑法 于鄙视中设计被迎记击中 两位太后悲痛欲绝 一旁的迎记更是不能自持 眼睁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秦太后 无法接受米眼如此离去 更是不想迎记如此为难 在与米王太后的争执中 举刀自尽 尽管宫中乱作一团 米王太后早已筹谋好了一切 宫外由魏冉为首 嬴壮等人被抄家灭族 从中逃过一劫的只剩一小小质子 在米王太后的计划下 迎记顺利登基 过于强势的性格 也为母子见重下不合的种子 国内事情如此 国外事情却是十分顺利 之前提到 秦楚之间颇有争端 而现任楚王十分昏庸 而被骗去五官见迎记 但却被迎记传令 要以藩王的礼节见他 楚王听罢 大骂迎记是个无耻小人 但楚王毕竟年事已高 一番痛斥完了 却不慎跌倒在台阶上 这时迎记出面 将楚王迎进殿内 原来迎记想要 楚王国内的烟瘾而成 楚王听闻怒不可遏 这毕竟是趁人之危 对着迎记又是一番大骂 迎记无奈 虽将楚王软禁在张台 但迎记辞举 米王太后跟王后并不知情 其实这也能理解 毕竟迎记的米王后 是楚王的女儿 肯定不会允许 自己夫君坑父亲的 恰逢此时 米王太后 与迎记的王后 行走于后宫 偶听迎记的二位弟弟 提起此事 迎记的王后 一时情急变动了台起 毕竟 楚王乃其轻妇 如今被自己的丈夫软禁 由不得她不着急 却不知这米王后 要怎么使劲 这楚王能否顺利出宫 米太后一边安慰王后 一边保证 会将事情调查清楚 米太后不愧是 本剧的智力担当 她并没有着急去责怪迎记 而是先去张台看望楚王 还没进门 就听到楚王的叫骂声 看到楚王的情绪如此激动 米太后也没有 第一时间就去关心 另一边 米太后与自己的儿子 秦国国君迎记闲谈 她知道 儿子囚禁楚王的举动 并非真的是 贪图楚国的城池 楚国城池虽然附属 但秦国的强兵良将都能争取 她此举 就是要表明立场 以此联合齐国 我秦国连老泰山都能算计 那肯定是要跟楚国四破脸了 米太后知道 赢记内心的小九九 她知道 此事并非不可为 可是赢记此举 不一定能达成目的 但如果米太后出言反对 赢记肯定听不尽劝 于是让前文的魏冉 此事的然后发表意见 魏冉分析此事的利比 向赢记坦诚 如果贸然囚禁楚王 不一定能成功联合齐国 倘若楚国发动舆论公式宣传 秦国不仁一支举动 那么 六国很难在今后的外交活动上 相信秦国 这将会导致秦国父被受敌 米太后知道 赢记有自己的考量 但毕竟是少年人 考虑不够周全 但自己的其他儿子们 也就是赢记的弟弟 在这个关键时刻 做不到规劝兄长 福尔里尔 这件事情 你们乃奉王兄之命所为 所以我就不追究你们 只是眼下你们都各自有了封地 我看你们都应该回去 学一学如何治理 你们的封地 不要在咸阳 无所事事 于是勒令他们回到自己封地 先学习如何治理地方 再回到朝廷辅佐兄长 除此之外 米太后还叫来白起 白起 微臣在 你和他们两个不一样 你应该分得清是非对错 当年 你护送我和王上入秦 出生入死 我们有生死之交 当着营记的面告知他 当初白起护送母子二人回国 就有了生死情意 今后营记如果有任何不恰当的地方 白起必须担当起敬见君王的职责 最后一步 就是楚王 米太后在权衡利弊之下决定去见楚王 为了谭压喧嚣而起的言论 他对外宣称本次楚王秦王向谭甚欢 什么秦王囚禁楚王的事情 都是有心人士造谣 他好生好气对楚王道歉 并且敞开大门让楚王自行方便 但楚王这时候不糊涂了 他要求秦国必须割让城池给他 不然到时候秦国说话不算话的事情 将会传遍六国 此时的营记正在宫门外听着二人对话 他对母亲的隐忍十分不满 营记觉得 此时的楚王不过是他刀组上的鱼肉 没有资格跟他谈条件 就算他处决楚王 也没有什么不同 月黑风高夜 两名士兵趁着夜色逃跑 他们可不是部队逃兵 相反 他们是为了楚国的未来而逃跑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营记知道跟随楚王而来的清兵逃跑之后 虽然心中无奈 但也没办法 果不其然 逃跑的清兵很快就将楚王 被软禁在张台的消息带回了楚国 但这时 楚国内部却也是风云变幻 太傅听闻楚王被擒 直接带着人前往七国讨阳 先前留在七国的人质米恒 他宣称楚王已经病了 请求米恒回国主持大局 其王并没有立刻答应楚国太府 只是让他先去找米恒商议 只留下薛公跟苏秦商议 苏秦认为可以趁机以米恒为条件 让楚国割让淮北二百里的土地 但忠后的薛公十分反对这种趁火打劫的体 与苏秦相比 薛公非常正直 他十分看不惯苏秦的这种作为 与此同时 楚国的蓝公子到秦国求见米王太后 说清了楚国太父去七国的所作所为 他请米王后帮助他夺得楚国王位继承权 与此同时 赢记也得知了楚国太父的作为 这人居然从来非向本国进行详程 也没向本王要过人 居然就无奈地跑去七国 军力先太子了 此一记 真是高明 他打从心底佩服楚国太父这招负底抽薪 另立新军的举动 让他囚禁楚王的计划直接功亏一篑 现在的楚王就是个烫手山芋 事已至此 米王太后只得答应帮助蓝公子 并以此为契机 将蓝公子与楚王送回楚国 平息这件事 而另一边 在七国当人制的楚国太子敏衡 虽然有王位正统性 但才干什么的并不足以担当大人 虽然知道楚国太父假传老楚王的死讯 却没有心思穿笑一演戏给七王看 但在太父的劝说下 还是决定做戏做全套 可当米恒进入七王宫后才发现 接待他们的不是七王 而是文明天下的苏秦 这苏秦作为合纵策略的制定者 深配除秦国以外的六国相应 一张巧嘴说动关东六国合力反秦 楚太父甚子怕苏秦不能代表七王意见 几番试探之下 苏秦表示他所言可以全权代表七王意见 这时米恒和圣子方才放下心来 苏秦此人巧舌如簧 几场博弈下来 先是表明七王愿无偿相助米恒回国 后又表明楚国该之礼术予以回报才是 遂提出放米恒后要淮北二百里地 米恒听闻拍而起 不肯成王之后便割地 但苏秦已回国的相用 迫使米恒痛下决心割地回国 随后七王入场 苏秦表示楚国太子愿送淮北二百里地 作为对七国的回报 但其实这一切都只是苏秦对七王的陷阱 七王听薛公之言不愿做那卑鄙小人 却又对淮北二百里地志在必夺 故让苏秦出面做此恶人 而他坐收渔翁之力 这个国君太离谱 为了恶心敌对国家 宁愿被关在度假中心 都不肯回国 话说上文蓝公子在米太后与营记的安排下 如愿见到楚王 他将楚国太父在七国的所作所为告知给楚王 本来以为楚王会立刻回国 阻止米恒即位 却不想楚王因为对秦国恨之辱 宁愿让国内另外立新军 也不肯回国 蓝公子心灰意冷之下 只得回见米王太后 米太后见状表示 愿意帮助蓝公子成为楚国新王 可惜却晚了一步 米恒已经着手准备登基了 公元前299年 米恒登基为王 七国以贺喜的名义 找到楚国讨要淮北之地 米恒大怒 欲与众人商议如何应对七国 此时 朝堂上出现三股势力 一方要求防守 一方要求对外球员 一方认为现成为妙 思量再三 米恒决定采取中策 向秦国求援米恒此举 让远在七国 齐王十分震怒 这也让原本就反对 他们这样做的薛公跟齐王争论 齐王恼羞成怒 将薛公赶出王宫 却不想 此时郁郁不得志的 薛公被银记带来的说客说动 决定前往秦国担任相国 银记早就有让薛公担任相国的意愿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未曾想 此时齐王自毁长城 给了银记这个好机会 要说这个银记也是真心爱惜人才 当知道薛公田文到来的消息时 亲自在宫殿门口迎接 并且在朝堂之上宣布田文为丞相 爱才之心简直洋溢在朝堂之上 告别了银记与米王太后的田文 领着他的门客回到丞相府 对于银记的看重 他内心甚是欢喜 他更加觉得银记才是值得他辅佐的明君 但他门下的门客 却对米王太后颇有畏辞 觉得田文此次微笑 米王太后与魏冉必不会善罢甘休 特别是今晚内室掉落的竹简 恐对田文有诸多不利 但田文却认为他既以真心认迎计为王 必会全心全力辅佐 就算魏冉心有不甘 又能如何 夜色下 孟长君田文的门客 机名狗道之徒潜入大秦王宫 他们拿起上一期提到的竹简 简单看了一眼之后便放入怀中 正当要离开的时候 觉得不大对劲 一扭头 迎记便坐在一旁 士兵们也将他们包围住 果然是狗道 你小人最验乱死 迎记看到二人道书有些失望 问他们是否是田文派他二人来偷窃竹简 二人慌忙否认 称一切都是自己的主意 这时候 米王太后也出来告诉迎记 称此事并非田文本意 乃是机名狗道二人为了讨好田文而擅自做的 但其实田文也想知道竹简的内容 所以他才故意将竹简留给二人 更严明 自己这样做 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迎记爱财 他才故意这样做的 米王太后的智谋再一次显明 看着对田文无比失望的迎记 米王太后直言 田文毕竟不是秦国人 总而言之 就是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同时也暗示到 就算不是田文指示 也是田文暗示所为 一个无心为秦国做事的人是很难当秦国相国的 更何况 迎记还想将田文当作最好的朋友 这是米王太后所不允许的 说完这些 迎记的内心也陷入了天人交战 一方面 他对机名狗道二人道书的事情无比失望 但他也十分相信田文的为人不会只是做这件事 他不知道该选择相信谁 疲于应对的迎记只能选择结束了这次对话 事业 秦王迎记一夜无眠 他想起米王太后曾经说过的竹简试探之事 那娘就和金儿打个赌 娘赌田文定会派人来盗这本书情 我不信 又想到了太后刚才对她说的那些话 最后 她联想到一个恐怖的事实 当年七国平定燕国子制叛乱的时候 所用手段之血腥六国则舌 当时七国的相国是田文 那么 是不是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田文是个只要为了国家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人 图成是这样 甚至包括秦相也是这样 盈记不知道 但盈记心里还有这么一个声音 田文此人忠诚不二 得田文定可以负强秦补 盈记就这样 在纠结中度过了一个不眠夜 第二天 精灵狗盗之徒还是将竹简送到了田文府上 还不等田文细看 魏冉就带领清兵上门 口称要给田文把守府门 田文不愿痛斥魏冉 他知道 他来大秦必定会让秦臣不满 但却不知道魏冉会这么明目张胆起对他 魏冉却搬出盈记 称要想这些卫兵退出 必须盈记发话 田文二话不说 带着一众门客前去找盈记 却被挡在宫门口 田文口称要见秦王 门客于是一边要去请楚王出面 一面要摆脱盈记的宠妾唐八子 盈记本来不想见田文的 但见势已至此 也只得起身去见田文 这个国君好像跟别人不一样 他跟臣下聊天并没有派头师祖 而是坐而论道 对面的臣子更是不得了 是后世人称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长君 话说经过上文丞相府卫兵风波 盈记和田文见面却没有嫌隙 作为国君的盈记首先表示 会撤走丞相府的重兵 但是作为替代 希望田文可以帮他对抗女王太后势力 如果能将弄权的魏冉剪除就更好了 田文欣然应允 另一边 得知田文在秦国混得风生水起的齐王 此时十分生气 一旁的苏秦劝解道 田文离开齐国 对于齐王也不是没有好处 如此一来 齐国的人就不会只知道 田文的人得贤能 而不知道齐王的威名吗 而且据他所知 秦国的米王太后一直想扶持魏冉担任项目 田文此次前往齐国不一定会太顺利 齐王听完之后才觉得稍稍气消 而此时的田文 正在府上看小丑表演 一个名叫魏丑夫演出效果非常好 田文大喜之下重赏魏丑夫 魏丑夫却借着谢恩的机会 将田文有性命之忧的事情告诉他 细细追问之下才知道 魏冉决定派兵纵火 企图让田文一家上下葬身火海 门客们听说后 劝说田文速速离开秦国 但田文仍然想做最后一步 他让精灵狗盗之徒偷来此前献给营记的貂皮 转送给营记的宠妾 宠妾适时吹了吹枕边风 要说这营记也是想一出是一出 宠妾说的什么放田文回去坑气国的话 他都信了 结果等到田文真的离开秦国 宠妾才反应过来 而这一切都在米王太后的预料之中 果不其然 回到秦国的田文 将秦国的政治势力分布说得清清楚 秦国外戚当道 秦国外戚当道 此时和纵抗秦正是最好的机会 秦王欣然同意 然而 等到田文倒退之后 苏秦却说秦王此举事错上加错 这又是为什么呢 苏秦慢慢解释 如果合纵抗秦这件事做成了 虽然对秦国有好处 但是最大受益人是田文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到时候真的只认识田文一个人了 秦王听完之后有点不甘心 苏秦也适时现出了一条两拳之策 可以在田文合纵的时候 奋兵侵略宋国 宋国帝大物博而且孤立无援 兵力单薄 很适合刷秦王的声望 秦王又又又欣然阴 并且殒诺 将来大部分秦国军队 都会交给苏秦 而此时的秦国又是怎么一番光景的 刚刚解决田文这项烦恼 老楚王又成为秦国几个掌权人的心头大患 米王太后知道 如今楚国的新王不会想要这个老王回去争夺王位 但再继续让楚王待在秦国 必然会给秦国带来灾恶 未然建议 让楚王的女儿 迎记的王后去劝说楚王 秦王迎记的妻子 楚王的女儿叶阳带着孩子去拜见了楚王 她哭着告诉楚王说自己的哥哥米横病重 恐怕是时日无多了 楚王本来还一副挨搭不理的样子 一听到这个立刻就动漏了 当即就决定要返回楚国 叶阳这时又用话术套楚王 秦米王太后恐怕不会让楚王这么容易离开秦国 毕竟秦王囚禁楚王的事情要是传出去了 秦国的外交信用将会荡然无存 楚王都快急坏了 她表示只要能让自己回去见儿子 当初迎记如何设计的事情可以不说 叶阳见时机成熟了 就表示自己可以偷偷放走楚王 但楚王怕连累自己女儿 打算要用真金白银贿禄看守 私子心切 相信女儿的楚王并不知道 这一切说辞其实都是米王太后跟魏冉的计谋 她也很顺利地离开了秦国 一路奔波好不容易抵达楚国边境的楚王 本以为出示信物就可以 但她却没想到楚国的士兵居然会直接将她拒之门外 这时的楚王还以为米恒病重 楚国内部可能发生了变故 还想着说可以去求助赵武灵王 其实她不知道的是 正是米恒下令不准老夫回国 遇见虚弱的楚王又是一路舟车劳顿的感觉 本来以为见到赵武灵王就能一切安好 却不曾想 自从赵武灵王缠让给儿子 当了主妇之后 也就是太上皇 赵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大变化 新任赵王十分信任凤阳军李队 所有权力都交付于他了 李队不想楚王到此多生事端 于是很客气地送走了楚王 万般无奈之下 楚王一路辗转来到魏国 此时准备合纵伐秦的田文正巧在魏国 田文看到楚王重病缠身命不久已 觉得可以当作筹码来用 他让人将老楚王送回秦国 如果老楚王在秦国有个三长两短 正好可以打着给楚王报仇的名号合纵抗秦 李王太后得知楚王一路辗转又回到秦国的时候 大惊失色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可等见到楚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天哪 你想说什么 我听着 你想说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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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一口气的楚王只有一个遗愿 回家 事已至此 李王太后只得按照楚王遗愿办 楚王轰事的消息传回楚国后 朝野上下颇有微词 作为楚王室的屈原慷慨陈词 口称君王米恒无道 居然将老夫拒之门外 但米恒如何听得进去 华人帐 竹米园 出颖都 流放元 下 放手 一纸文书下去 就将屈原流放到湘江边上 不管怎么样 楚王也算是死在秦国 迎记这次是真的慌了 由于老楚王死在了秦国 导致六国以此为借口准备罚秦 没过多久 魏染就收到了在外线人的密报 我魏国密探来报 田文打着替田行道 替楚国讨回公道之努力 率齐韩卫三国联军 与合纵讨伐我国 现联军已集结于大阳 田文已经联合魏国韩国准备合纵罚秦 楚王之死果然成为了他罚秦的借口 得知此消息的迎记内心是不愿意相信的 此时的他 虽然已经成年 但军政大权仍旧在 米王太后以及魏染的手上 迫切想要独立自主 有自己一套班底的他 不惜任用田文为相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就政治谋略以及各种手段来说 他确实不如自己的母亲 如今这一局面 便是最好的证明 很快 田文率领的联军就打到了寒谷关下 兵风直指咸阳 虽然田文有心收拢交兵汉将 但毕竟是多国联军 士兵素质参差不齐 一路上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 迎记看到眼前的一幕感到十分厚 但他想起当初母亲 还有众大臣对他的劝勉之词 也稍稍放下了心结 当即决定任命魏染为丞相 而他自己 则带着国喜亲自前往寒谷关 去见魏染跟白旗 日夜兼程到了寒谷关后 白旗讲明了战斗局势 由于双方兵力差距太过悬殊 想要速战速决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想打持久战 对方又有三个国家支持 这对秦国来说也是大大不利 长此以往 没有参与的几个国家 可能也会蠢蠢欲动 眼看这两个方法都不行 魏染也只得提议 白旗率兵在支撑几天 而他则前往魏国大梁去见魏王 如果能过分化联军 就能化解大秦的危机 按照计划 魏染来到大梁 魏王可没有好脸色给他 一顿冷嘲热讽之下 却没有影响魏染的心理防线 很快就有密探来报 称秦国有军队朝着魏国进发 魏王这才知道 魏染不是过来求饶的 而是有着充足的准备过来平等会谈 而魏染却告知魏王 称秦国不仅要攻打魏国 同时也会出兵攻打韩国 两国能否安稳 全看魏王的意思 魏王闻之色变 但他始终觉得毕竟多国联军已经逼近韩谷关了 怎么说都是联军更占优势 于是他决定先与韩王上映 让魏染回去等消息 但魏染不以为意 果不其然 韩王在听到了秦军想先攻韩 而且魏染去大梁的消息后 立刻赶到了大梁 魏染又对两王言明 韩谷关对二人来说只是一道关口 丢失韩谷关对于大局来说并没有任何影响 但秦王已经决定出兵50万攻打韩国魏国的都城 韩谷关与都城 哪个重要 秦国可以归还此前攻打的两国领土 这个男人名正六国 是赫赫有名的纵约长 但是如今却被一纸调令调回本国 否则就要卑制以叛国罪 这苏秦接到齐王的命令 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撤军 回到七国后 苏秦问齐王为什么要在即将攻克宋国都城的时候撤兵 不问还好 问了齐王直接大发雷霆 称国内奋兵恭送恭秦 如今燕国来犯 边境岌岌可危 而苏秦与燕国太后交好 如今的局面很难不让人怀疑是苏秦设下的计谋 是燕国的间谍 而苏秦为了表忠心 向齐王允诺说必定会亲自歼灭来犯的燕军 齐王这才重新信任苏秦 这苏秦好歹也是有真本事在手的 亲自带兵出马 很快就将进犯的燕军杀了个落花流水 自此 齐王更加志得意满 虽然由于韩魏两国撤军导致田文撤兵回国 齐王对田文十分不满意 但好在并未动摇国本 可齐王还是没收了田文的率印跟相应 田文愤然离朝 另一边的燕国可就倒霉了 本来燕国实力就不尽 经此一败更是国力不如从前 苏秦此时面见燕王 正是要讨要说法 确实 再怎么样苏秦都市纵约长 燕王突然袭击齐国 确实会让苏秦很难办事 燕王此时心神大乱 说他之所以出兵是因为觉得时机成熟 无奈 苏秦也只得劝说燕王应该以大局为重 经过这两件事 秦王迎记觉得关东六国也不过如此 在魏然的提议下 白起领十万强兵讨伐韩魏两国 作为战国第一杀神 白起兵封所指自然是势如破竹 韩魏两国联军被斩首十余万 迎记大喜 风白起为上将军 另一边 再次从七国出走的田文 此时来到了魏国 被魏王任命为魏国相国 但因为刚刚吞下大败 魏国国力大不如前 田文的报复很难施展 于是田文出了个主意 依附于赵国保存国力 自此 战国七雄里真正有实力的 仅剩下秦齐赵三国 公元前288年 迎记为了制衡赵国 主动邀请齐王一同会蒙 二王并称东西二帝 齐王高高兴兴地当了没多久的东帝 就被苏秦点醒了 七十枪打出头鸟的道理 大家都懂 秦国一手难攻 国力强盛 大家自然不敢惹 而齐国地处山东平原 地势开阔 国家实力更多 依赖于商业与营业 军队实力并不算强 如今自称东帝 其他五国打不动秦国 还不敢打你齐国吗 一番痛臣利弊之后 齐王赶紧取夺自己东帝的称号 与此同时 苏秦又一次加固了 合纵抗秦的主张 他游说剩余几个国家一起攻秦 到了赵国的时候 苏秦又动了小九九 他主动给掌权的凤阳军 李队送去了金银几十箱 贪财的李队顿时两眼放光 他问苏秦所为何故 苏秦也不藏着掖着 直言五国伐秦之日 希望能够腾出手来攻打宋国 而李队需要做的 就是说服赵王不要插手这件事就行 但李队却不完全相信苏秦所言 总觉得苏秦还有什么小秘密没有说 便张口就要逃逸此地 秦王听说了李队的请求 那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 哪有逃逸 妄想 依臣之间 国王可以答应了 至于事后事非兑现 那可以凤阳军之功力度别论 但苏秦劝秦王先答应下来 事情做完了给不给也不一定 秦王被说动了 五国联军也就再度联合成功了 原来咸阳的营记得知了 五国联军组建的消息 当即决定亲自前往 韩谷关与联军统帅苏秦会面 但联军内部苏秦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 毕竟作为苏秦最早的发迹国 苏秦对燕国似乎没有那么好 这让联军内部的燕国将士们颇有微词 就算苏秦用军法击杀了一名燕将 也难以堵住悠悠众口 不仅如此 李队还咄咄逼人 要求苏秦兑现承诺给予逃逸之地 苏秦虽然想拖延几日 但李队完全不吃这套 直言如果不对线沉默 将会带领赵军撤走 苏秦烦恼不已 正巧 此时秦军觅食也顺利将会面的要求 带给了苏秦 苏秦此时万千思绪 没多想就决定复会了 趁着夜色的掩护 苏秦前往秦军会见迎进 在烛火中 苏秦袒露了自己真实的意图 灭齐 一切都是为了灭齐 秦王可曾记得 苏秦说过 有朝一日 终有事相求 今时今日所有他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灭亡齐国 上天要让他灭亡 就得先让他疯狂 要想灭亡齐国 就得先让齐国富强 成为众矢之地 毕竟齐国强大了就会四处争讨 长辞以往 国力损耗 内外交困 必定失败 而逃逸的事情也是如此 齐王绝对不肯让出逃逸 李队不仅会撤军 还会出兵攻打齐国 五国伐情只不过是给齐王的一场戏罢 听完苏秦的话 盈济心中生起一阵不小 毕竟苏秦此人 为了灭亡齐国 居然能够至百万将士性命不顾 以一人之力带起六国混战 如若不是他现在了解情况 恐怕自己也会是苏秦的一枚妻子 另一方面 他又对苏秦的连环记十分佩服 种种之下 盈济劝说苏秦留在秦国帮助秦国富强 秦国富强同样可以灭齐 但却被苏秦拒绝了 二人都不知道 此次会面都已经被人得知了 毕竟李队逼得紧 苏秦将前方战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报 还提到了关于李队索要逃逸的事情 但齐王对此态度微妙 苏秦见齐王没有给出逃逸的意愿 于是便带了一份假的文书给李队 却不曾想 齐王跟苏秦同时送出 而且是真的逃逸转让文书 看着眼前两份完全一样的逃逸文书 苏秦知道 自己已经被齐王当作弃子了 但他现在面对李队 不能轻易承认 面对多多必缘的李队 苏秦只说一心忠诚于六国合纵 而齐王特派负责递送文书的使臣 则借机询问苏秦 关于那天夜访秦军营地所见何人 苏秦装聋作哑 无奈之下 为了联军的安危 李队只能让人暂时将苏秦扣押下去 并且严刑拷打 此时赵国的韩徐为将军进入大帐 阻止了对苏秦的私刑 苏秦秦是因为一封文书 害怕事情暴露的李队赶紧阻止了苏秦 还打算用烙铁让苏秦永远闭嘴 韩徐为见状起了疑心 阻止了李队接下来的行动 李队知道 再阻止下去也没有意义 便也由着苏秦去说 这时韩徐为才知道 原来李队私底下 跟别的国家做了这样的交流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苏秦见状心生一计 韩将军 真是贵人往事啊 那天晚上 在秦将营帐之中 不都说了吗 说什么 他向李队扯了个谎 说那天在秦国营地 见面的不是别人 正是韩徐为 眼见形势对自己有利 李队便穷追猛打 要苏秦讲出所有事情 这苏秦脑子就是灵活 他说韩徐为主张联合秦国 但是跟李队政见不同 所以约他跟秦王深夜 在秦军大仗见面 商量如何处理 韩徐为这下就是浑身是嘴 也说不清了 但他奇怪的地方是 苏秦如此做 似乎也不是为自己脱罪 因为按照他的说辞 他也没有把自己摘干净 李队趁机卖了个人秦给韩徐为 苏秦此人一向巧舌如簧 逃逸之事如此 通秦之事也是如此 韩徐为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暗地里也联系到了秦王营记 得出了苏秦的真实目的 强齐 灭齐 韩徐为斟酌再三 表示可以帮助苏秦灭齐 毕竟齐国灭亡 赵国或许也能从中捞到些许好处 但李队之事他也没有忘记 回到赵国后 他将李队与逃逸之事报告给赵王 赵王以此为由剥夺了李队的权利 还幽禁了他 还让李队写信给齐王 证明苏秦是没有异性的 从头到尾都是李队在作官 就这样 苏秦的困境就这样三言两语化解了 还被齐王任命为丞相 古安军苏秦 赵封为齐相 俊赋前提 统领合纵联军 进攻韩谷关 无必尽兴竭力 克敌制胜 苏秦再次入韩谷关面见营记 一见面 赢记就称燕国齐国之间有血海深仇 所以必定会讨伐齐国 但其他国家跟齐国并没有失仇 如此一来 不一定会费人费力去攻齐 苏秦明白秦王话里的意思 如果仅仅是秦国燕国攻齐的话 未免有点费事了 如何煽动其他国家 苏秦心里也没有底 赢记这时问了魏冉的意见 魏冉觉得 此时此刻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如果错过这个灭亡齐国的机会 就很难保证下次 如今没有动静的话 就派遣易能言善变之事入齐国 随时掌握齐国动态 而这个人选就是此前曾经去过齐国的韩聂 韩聂如今齐国之后 便向齐王敬言 称只要齐王肯从韩谷关撤兵 那么齐国将来不管是攻打宋国还是谁 大秦都不会插手 但作为交换条件 将来秦国攻打魏国的时候 齐国也不要插手 稍一思索后 齐王同意了 毕竟这种事情也算是利益交换 而另一边 被囚禁的李队趁机逃出了赵国来到齐国 他口称苏秦通敌之事 苏秦自然回口对他 双方各执一词 齐王不知道该相信谁 所幸双双鸡鸭 你们两个各执一词 寡人一时也难辨真伟 但这关系到我江山社稷 寡人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来人 赞赞赞赞 赞将苏秦书爹 诺 得到消息的韩聂 赶紧回到秦国报告齐国事变 公元前286年 宋康王无道惹来众目 世人称之为杰宋 意思是他的罪恶 已经比得上下朝末年的昏君节了 齐国趁机出兵攻打宋国 宋国灭亡 康王克死为国 此时苏秦尚在监狱之中 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 而此时此刻 秦国国内迎计邀请诸国国军 一同商议如何处理齐国 因为当初齐国首先提出讨伐杰宋是为了大义 但是战后不管是瓜分战利品还是如何 做到公正 而且还凭借着兵风强劲横行霸道 各国苦不堪言 世强灵弱之举层出不穷 凡此种种都让各国十分警惕 大家深有感触 可考虑到齐国帝大物博 战后同样很难瓜分 迎记见状大度表示 消灭暴骑士替天行道 秦国出兵不要地不要钱 此举让各国都安心了不少 于是 齐国牵头的合纵抗秦 被秦国变成了合纵抗秦 趁着各国在秦国会晤的时刻 楚国另引朝阳求见米王太后 直言目前楚国国力太弱 没有能力派兵参加联军 其实这只是楚国君臣的一个借口 他们打算各国攻打齐国本土的时候 他们派兵收回此前的淮北失地 不管如何 各国伐齐已经成为定士 燕国大将乐意用兵如神 各国联军几乎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很快就兵临林姿城下 眼看大势已去 齐王带着苏秦逃出了林姿 这时 楚将闹齿带兵接应 齐王大喜 承诺夺回齐国之后 将会跟闹齿共享天下 齐是齐王也不是傻子 会演变成如今的形势 苏秦多半逃不了干系 他命远将苏秦带上 质问他为何如此做 苏秦此时也不装了 齐王 珍惜之 想知道 说 我苏秦恩人一家 既为齐国所说 燕王 是为了燕王 而我苏秦 是为了报私仇 点破了自己燕国间谍的身份 称自己是为了报当年齐国对燕国烧杀抢掠的仇而来 但就算没有自己 自大的齐王也会被秦王迎记收拾干净 齐王大怒 命远车裂苏秦 齐王刚睡了几天安稳觉 却发现自己被闹齿带来的储兵团团包围 这时候 他才知道眼前的闹齿根本不是真心帮助自己 只是要夺回淮北之地 可齐王不肯松口 闹齿大怒 将齐王的绞晶挑出玄于房梁之上三天三夜方才断起 齐国也就此一蹶不振 只剩下寂寞与局限 齐国的事情摆在前面引以为戒 秦国也走上了求变强国的道路 某天 一个赵国的姑娘赵曼来到秦军的征兵处要求入营从军 却被众人耻笑女子从军 正在争执间 白起出面承诺若他能与他手下的小兵比试胜利后 便可准他入秦军 赵曼虽为一女流却毫不畏惧这些凶悍的士兵 屡屡被打倒之后又能再度爬起誓要赢得胜利方可罢休 白起看后也不禁为之动物 看着倒在地上无力反抗的赵曼 白起便决定将他收入军队中 没过几天 卫然找到白起 他表示自己看中了陶逸这个地方 奈何陶逸周围都属于魏伯 于是让白起出兵威胁魏王跟田文 迫使对方让出陶逸以及周边魏伯土地 白起心存疑虑 毕竟这件事还是得请示一下营迹 卫然也不装了 直接摊牌并没有请示过营迹 但他心意已决 让白起不必过多担心 想起少年时期二人相交的过程 白起知道 魏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魏然了 但还是念在过去的情形 带兵围困了魏伯大量 魏王知道 以白起的统兵能力 破程也只是一两天的事 于是按照田文的建议 派人去赵国求援 田文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田文在赵国朝堂上痛臣利比 毕竟如果魏王抵挡不住秦军 只能割地求和甚至达成合作成为秦国附庸 到时候更加强大的秦国 可能会将赵国当作下一个目标 田文还想让来赵国做客的燕王一起出兵 但燕王明显不想躺这滩浑水 田文以燕国的安危为要挟 要求燕国出兵 最终在赵王的劝解下 燕王勉强答应了这个请求 成功说服了赵王燕王派兵支援 这一下形势反转过来了 毕竟白起是私自出兵 并没有后备军队支援 不论是消耗战还是速战速决 都打不过三国联军 无奈之下 只能将形势通报回国 而国内听闻了这件事的营迹 跟米王太后十分惊慌 正所谓千军亦德一将难求 白起对秦国开疆阔土的重要性不必多说 无论如何都必须将白起救回 圣怒之下的营迹 直接撤去了魏冉的丞相官职 毕竟 大秦的朝堂不容许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存在 米王太后虽然很不满魏冉的做法 但却没想到营迹居然真的耻夺了魏冉的官职 但毕竟此时的营迹情绪尚且固稳定 无奈之下也只得默认这一事实 而此时的营迹也无心扩大事态 只身快马加鞭赶往韩谷关于燕赵两国的国主见面 双方一见面燕赵两国的君主便质问营迹 为何当初攻其的时候秦国口称不占一分七国土地 如今又要逃逸 营迹口若悬河 说逃逸本是此前被灭的宋国土地 只是被七国强占 如今秦国占领并不算是言而无信 而且秦国在攻打七国这件事上一向身先士组 他们所要的只是逃逸这块土地而已 至于攻打大梁的事情 只是手下大臣传达出现的纰漏吧 所以营迹建议将齐国一分为二 列入到赵国与燕国的管辖范围 两国国主听完欣然同意 白旗也顺利被放回秦国 虽然白旗被救起 但身负重伤 另一边 营迹仍旧决定将陶逸赐予魏连 但并没有让魏连官赴原职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 魏连必不可能是哪个辅佐他成就大业的人 张侯终究是寡人的旧宫 只是他如此不分轻重 与寡人之志相去太难 他喜欢陶逸 便让他在那里待着 至于丞相之事 寡人宁可控制 只是念在魏连是他救公的份上 才仍旧赐予他逃逸 魏连的事情处理完毕了 营迹赶紧去探视白旗 看到赵曼对白旗尽心尽力照顾 他想顺势成人之美 让白旗与赵曼结合 将军的婚事 就由寡人来操办 太后知道了 也定会高兴的 谢王上 今后我白大哥 就不给扫了 拜托了 赵曼见此情况感动得不得了 带到白旗伤好之时 宁记召见白旗 魏连 米戎几人一起议事 直言决定出兵伐楚 但米戎担心 讨伐楚国会让米王太后心生不满 毕竟也算是娘家 但白旗认为此事伐楚是最好的时机 可以趁此一举拿下 宁记便让魏连跟米戎先去试探米王太后的态度 结果米王太后只说他跟楚国的情谊早已到了尽头 一切事情都让银记以国家为重 得到表态的银记当即拍板决定派兵出击 考虑到楚国地理位置特殊 有长江 淮河 汉水等天谦 法楚之战必定南上迦南 在一筹莫展之际 白旗看着饮水灌溉农田的老农 想到了一招 燕城周围之水如果引用恰当 或许可以借此攻克燕城 但他白旗投身航武多年 水力方面着实有些不清楚 于是就拜托秦国有名的水工李冰除了 于是将他请过来 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研究 李冰父子终于找到了饮水之法 这一下 燕城的老百姓可就惨了 但是在真正施行之前 李冰父子还是询问了一下白旗的意见 毕竟要是真的成功了 不仅是楚国士兵 楚国的百姓也会葬身于府 白旗沉思之下觉得 两国之间确实不该连累无辜的百姓 于是特地在开闸之前当地百姓通告 给他们撤离的准备时间 很快 宣告的时间就到来了 宫市已经准备完毕 白旗下令军队后撤施礼地 然后将准备好的河水引向城池 经此一役 楚国军民死伤十万 消息传回秦国 恰逢营记的孙子出生 李王太后心中不免伤感 毕竟楚国也算是娘家国 但国家新王之事终究是无可奈何的 为了良心过得去 李王太后在经过营记的同意后 给营记的孙子赐名为子楚 那孩子就叫子楚吧 虽说和我隔了四代 可他身上毕竟还流着楚人的血 叫这个名也没有别的 就是留个念想 营记欣然同意 同时还给前线的白旗发了密令 让白旗尽量减少楚国人的死伤 我王赵命尽量减少伤亡 战前劝降 降则不杀 体恤孤寡 不饶楚民 你等明白了吗 是 谨遵将军日 公元前278年 白旗完成伐楚大业 尽管因为水土不服的原因 没能完全灭掉楚国 但楚国的实力也自此大打折扣 白旗被封为武安军 秦国的一切征伐都向着营记心中构建的难途发展 在营记陪同米王太后游圆赏乐的时候 魏幽瞻的子女魏丑夫 魏灵幽求见米王太后 原来魏幽瞻去世 二人求见米王太后 魏丑夫表示愿意侍奉米王太后左右 但营记却看上了魏灵幽 想娶魏灵幽为美人 但米王太后却不同意 殊不知他们之间的谈话已被躲在后面的魏丑夫听到了 魏丑夫随后找到魏灵幽 告诫他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却说这位丑夫每日陪伴在米王太后身边 会声会色地跟他讲述各国新鲜事 伺候的倒也是十分尽心 这天 米王太后还是津津有味地听着魏丑夫谈天说地 这事营记的宠妃唐八子却哭着跑来见米王太后 原来 她是在哭营记要那位灵幽当美人的事情 虽然米王太后不喜欢那个小丑出身的女人 但对眼前哭哭啼啼的唐八子也没耐心应付 于是便将她打发走了 人生三件得意事 金榜提名时她相遇故知洞房花竹叶 而我们的主人公银记今晚就要迎来第三件事 洞房花竹叶 对于银记来说能娶到魏灵幽这样的美人 肯定是喜事一件 但对于女方来说却是一件忐忑不安的事 毕竟除了耳闻 谁也不知道这个传说中的秦王是什么样的秉性 无恙 终于等到烂醉如泥的银记睡着 魏灵幽掏出匕首 但无论如何都没法下手 下手报当年的灭门之仇 其实她不知道的是 银记早已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跟目的 见她左右不肯下手 银记也不再装嘴 从床上起来跟她对质 面对银记的质问 她说出了当年的事以及这些年的苦水 包括今天也是 她的本意不是刺杀银记 而是靠近她 得到她的宠爱 最好是能够顺利诞下王子 如果可以 将来登上王位 秦国的天下 将会有一半的血液流的是魏家的血 银记听完顿时索然无畏 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置灵幽 对于灵幽 蜜王太后的意见是直接处死 但银记不准这么干 只是将她打入冷宫 为此 母子二人一番争执 不行 即便是太医寡人生死继位 亦是迎是宗族之此次相朝 何罪之勇啊 你怎么还不明白 魏灵幽的事情刚刚结束 义渠县令害前来朝见蜜王太后 但蜜王太后却要求她先去见银记 见到银记后 义渠县令便开口提出想要更多封地 最好是能够封邦建国成为秦国附庸 臣不敢与我王并驾齐取 臣不敢请赐广放 不过 王上若能广帝于臣 臣敢请赐封君之号 这种要求实在有些离谱 魏冉听了刚要出声制止 银记却示意她稍安勿躁 说着就让义渠县令去问问蜜王太后意见 蜜王太后自然也不愿意这种事发生 但她内心权衡了一下 觉得义渠的位置还算是重要 于是变允了封号的事 但领土就算了 其实这也就相当于给了个空闲 义渠县令听完表示心悦城府 自己也要返回领地了 但事实上 义渠县令利用这个当口跑到赵国面见赵王 想要内户外应跟赵国一起灭亡秦国 还承诺可以先掀起内乱 到时候赵国再司机起兵即可 赵王被这样的条件说动 便让人去请韩卫两国的国军 想要联合三进的力量 加上义渠内应一起灭亡秦国 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 义渠还假借受伤的借口 住进了米王太后的进权宫 还暗示她受伤其实是赢继害的 俗话说只子莫若鲁 米王太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她为了大局考量 还是劝说赢继安抚义渠 赢继思考再三 同意了米王太后的意见 但母子二人不知道的是 义渠已经准备联合三进一起灭秦 并且日子就定在最近几天 但韩王其实不想参与灭秦一事 只是迫于赵继两国的压力才勉强同意 一番犹豫之后 韩王派丞相将三进并义渠之事告知给银记 不想消息走了 赵继两国气急败坏一同出兵伐寒 韩王迫不得已 再派特使向秦王求援 启定秦王 丞相 丞相刚刚离开都城 不知如何竟走漏了风声 赵王为王联军攻我兴师问罪 日前赵继联军正在攻我滑养 我王命外臣快马加急 追赶成相 当米王太后得知这一消息后 便决定去旁听迎记他们交谈的内容 米王太后有所不知的事 迎记是故意等着她来旁听 好让她知道 义渠县令从来没有放弃被刺秦国 最好是趁这个机会逼米王太后同意处置义渠 果然 当米王太后得知这件事后 心中便有了谋划 这个秦国有史以来最有智谋的女 设下了一个死结 就等着义渠来采 原来米王太后不是不敢 舍不得处置义渠 而是害怕义渠当地民心散乱 如今 米王太后决定召见魏人 白起 米戎等人 表明了对义渠的态度 同时决定册封义渠为新的封军 视为秦国的附庸 带到米王太后走后 义渠马上通知赵国与魏国起兵的日子 没过几天 米王太后为她加冕之时 义渠心中 脸上不觉大笑 她觉得 灭亡秦国的日子指日可待 但她也笑不了多久 米王太后的计划天衣无缝 收网之时 就是义渠县令身死国灭的时候 对于米王太后而言 诱沙义渠并不值得难过 虽然她跟义渠曾经有过一段情 二人的孩子迷眼已经去世 就算还有救情存在 在国家大义面前还是会选择国家 迎记见自己的母亲做到了这种地步 但她内心并没有多少触动 毕竟 作为帝王的她也已经割舍了不少东西 无可奈何又如何 侯带王冠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象征 还代表着对下位者的责任与义务 那点金光就是全体大秦人的未来 经过义渠县令的事情 李王太后更加坚定了要处死魏灵幽的决心 但迎记始终狠不下心去做 李王太后无奈 只得亲自接见灵幽 劝她为了迎记的黄图霸业能够自裁 魏灵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迎记 她当然知道 自己的存在已经成为迎记王者之路上的绊脚石 于是主动求见迎记让她下旨赐死自己 迎记心中万般无奈 但还是答应了魏灵幽的请求 是为挥泪斩灵幽 时光飞逝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魏灵被迎记冷落多时 她谋私的野心再度显现 为此 她私自派兵攻打魏国 魏国只得割地求饶 迎记虽然知道魏灵自作主张 但为了秦国霸业也只得听之认之 得了逃逸 魏灵心满意足 却不想在接收封地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叫范衰的人 耳熟历史的观众们会知道 这个人 将会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 话说魏灵在收复失地的时候 巧遇范居 范居想要跳槽到魏灵的帐下 于是便联系到了魏灵身边的王姬 就在这二人推心至腹地交谈时 却不想隔墙有耳 他们的对话内容全都被有心之人听了去 不仅如此 虚假还得知了范居即将投靠魏灵的事情 而在另一边 此时的魏灵正逢出宫 于是王姬见一范居 要趁此良机在魏灵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同时自己会旁敲侧击地为范居美言几句 但当范居正式面见魏灵之后 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 事情并不如王姬的计划一样顺利 魏灵在听了范居的自荐后 非但没有将他收入账下 反而对他卖主求荣的事迹横加值 知道老夫平生 最讨厌什么人吗 还请大人教诲 卖主求荣的小人 甚至还借此话题羞辱了范居一番 投诚失败的范居如今可谓是四面楚歌 不但魏灵没有收留自己 老东家虚假还知道了自己的计划 将来什么样子只能听听天意了 果不其然 再虚假地试一下 范居很快便被抓获 并且直接被实施了大行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 在一番折磨过后 范居已经昏死过去 一旁的足利看见这一幕 断定范居已死 于是便跑去向虚假复命 虚假得知了这一情况 决定将范居的尸首留在茅房里 等到入夜后再丢进乱葬岗 但是想必是范居注定还要完成一些大事 他没有就此一命呜呼 而是被看守茅厕的郑安平所救 不过虽然范居捡回来了一条命 但是他接下里的生活一定会过得十分艰难 因为他的一条腿在行刑时被打瘸了 在成功救下范居后 郑安平冒着生命危险将他带出了丞相府 但是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 就在郑安平安顿好范居 准备自己返回丞相府时 他发现成相府派的追兵已经在附近搜寻他们 情急之下 二人匆忙躲进草丛之中 在躲避追兵的过程中 范居为了让郑安平能够一心护自己安全 向他许以了荣华富贵 而且为了劝郑安平与自己一道离开卫国 范居还将自己与虚假结怨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 同时也宣布自己将改名叫张璐 在脱离追捕后 二人还要面临如何离开卫国的问题 张璐决定再去找王姬碰碰运气 王姬一开始还是满不情愿 不过谈话间 王姬看到张璐自比商量 还许以王姬不少好处 于是便同意帮助他们安全回舞 在王姬的帮助下 张璐和郑安平成功搭上了王姬的马车 不过冤家路窄 行至半路这三人正好与魏冉相遇 王姬让张璐和郑安平先躲在车里 自己则下车去拜见魏冉 王姬独自下车去拜见魏冉 张璐则躲在车里 在小失了几个谎言之后 王姬成功让魏冉相信车上无人 并且先行离开 但张璐了解魏冉 他十分多疑 一定会再折返回来亲自捡车 于是张璐决定先去后面躲避 王姬却觉得这是小题大做 他认为完全没必要担心 但是一语成衬 魏冉真的回来了 他将马车从里到外翻了个遍 在亲自确认无人之后 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经此一意 张璐这辆视如神的本领 彻底烙印在了王姬的心里 他也更加确信自己没有选错人 在经过一路波折之后 几人最终还是安全抵达咸阳 王姬也没有辜负张璐 在收拾妥当之后 立刻进宫念见秦王迎记 并且向他引荐了张璐 启禀我王 此番复位遇到了一位张璐先生 他乃天下便是 他的话你信 可陈以为 他既然来了 便让他在客舍住下 等时间久了觉得无趣 他自会走的 但是秦王迎记对这号人丝毫不感兴趣 这也让王姬碰了一鼻子的灰 于是他一回到府中 便想让张璐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但是张璐却表现得比秦王还要淡定 他认为这第一次引荐是投石问物 正是因为投出了这颗石头 他才能在这秦国的朝堂之上激起波浪 只有有了这些准备 他才能成为未来的秦国丞相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需要了解迎记日常的喜悟哀乐 在王姬的帮助下 张璐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得出了迎记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外戚专权 同时不巧的是 魏冉正是这所谓的外戚 于是张璐决定利用这一点来引起秦王的注意 他委托王姬将当初魏冉对自己的所言所想 只字不差地全部转述给迎记 果不其然 迎记听到了这些话后同意面见张璐 王姬也顺便将之前为国的发生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知了迎记 迎记听后对张璐的态度大为改观 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荐张璐 王姬还将外戚的事情合盘托出 之后的结果正如张璐所料 当迎记听闻米王太后掌控朝政后大为光 而看到这一幕的王姬又开始暗示迎记 张璐如此言语定是有辅佐之心 这一番话最终成功让迎记改变了心目 他让王姬带张璐到京阳离宫等候 在他们见面后 张璐直言迎记是活在这些外戚的光辉之下 外人只知米王太后 却不知秦国迎记 并且他认为应该让权力重新回到秦王手里 这段慷慨陈词可谓是说到了秦王的心谈论 虽然他装得毫不在意 但是心中一定是蠢蠢欲动 他询问张璐可有破解之法 张璐也没有隐瞒 直言应先去卫染兵权 然后疏远太后 以此便能达到架空的目的 虽然在谈话的当下 迎记并没有表明自己态度 但他也绝非不心动 他将张璐带回咸阳 并且在朝堂之上宣布 由张璐来主管军务 替代了之前的卫染 卫染自然是不服气 一见到张璐就出言不逊 口称秦国的军务轮不到外人来插手 但张璐却有意无意地点出 当初卫染在讨伐弃国的时候 私吞逃逸的事情 其实燃侯当年既已得逃逸 而且我王也以允准将其赐封 作为燃侯的另一处封地 可是燃侯若不是贪心不足 卑职今日也不会像条狗一样 对燃侯穷追不舍 言下之意就是 你卫染是王太后自己人又如何 还不是损公肥丝 卫染听完大怒 正想要对张璐动手 便被众人拦下了 但张璐奉行着的 礼不饶人的态度 孤一不恼 直说说的卫染哑口无言 营姬见时机差不多 出声制止了两人的争执 太子也在这世出面 替卫染求情 请求不要剥夺卫染的官职 但营姬心意已决 几人只得去求见米王太后 但米王太后也明白 这件事是谁的主意 便也没有替卫染出这个头 只是让魏丑夫帮忙转告 让卫染之后老实做人 卫染无奈指的离开 恰好此时营姬前来面见米王太后 想要跟以往一样报告证物 米王太后却也是避而不见 只是让魏丑夫转告营姬 说以后朝堂的事情 自己不会再参与了 营姬眼见目的达成 便也放心离开 失去了米王太后的彻种 营姬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做事了 对于张璐这个难得的人才 营姬还是十分重视对方意见的 他问张璐 大秦如果要东出应该怎么办 张璐却没有从秦国自身找原因 而是将话头指指韩魏两国 他认为 这么多年秦国之所以难以东出 就是因为三进合力 才导致举步为奸 营姬深以为然 但在听到张璐建议将太子 作为人质送给魏国 以求结盟魏国分化三进的时候 营姬犹豫了 毕竟送出去的 是他的长子 是米王太后的长孙 是整个大秦的太子 营姬不急着答应 而是继续问张璐该由谁挂帅东征 张璐想也不想就提了白起的名字 武安军挂帅出征 罪委托的 哦 武安军 那自是战无不少 可那是武安军的功劳 营姬却意外的一口否决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按下营姬这个想法 不过关于太子的事情 营姬终究还是同意了 虽然太子觉得事发突然 但出于国家利益 还是毅然决然前行 为了避免更多麻烦 营姬直接禁止太子跟祖母道别 直到太子离开秦国之后 营姬的妻子叶阳 才将消息告诉给米王太后 果然 当太后听到消息后伤感不已 她想知道 为什么营姬会做出这个决定 但在听到是张璐的提议后 听宫里人私下说 是那个新来的客亲 将是我张璐的出的主意 米王太后停下了脚步 不仅如此 叶阳苦苦哀求米王太后 让营姬收回成命 米王太后也是无动于衷 毕竟 太子是她的孙子 但也是秦国人的太子 既然担上了太子的名号 就得接受她带来的一切 自从秦国太子去往魏国后 三晋果然做不到像以前那样唇齿相依了 营姬趁机派兵攻打赵国 眼见秦军来势汹汹 赵王只得派出马伏军赵舍迎战 同时 还派遣了平原军赵胜前往魏国交涉 要求援助 先看看赵舍这边 赵舍知道 秦军刚刚在韩国大肆劫冰封正盛 以军队硬实力来看 赵军是万万敌不过秦军的 既然如此 赵舍表现出百烂的样子 他不仅坚守壁垒饮酒作乐 还迟迟不肯进军援助勇军 这也让秦军将领胡斑觉得 赵舍不过是个贪生怕死的酒能饭带 自然也是松懈了警惕 另一边 平原军赵舍来到魏国找到魏府姓陵军魏无忌 从魏无忌口中他得知 魏王之所以见死不救 是因为秦国太子在魏国做人质 两国算得上是结盟了 赵胜听罢新生遗迹 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他 手下门客能人极多 他派人连夜刺杀秦国太子 还亲自领着他的人头去见魏王 魏王一开始心神大乱几乎吓破了他 你怎么 王上只想问他 秦王太子是如何死的吧 不管他是如何死的 只要他死了 而且是死在王上的都城之中 那秦王就会为王林结下大仇 这可不是一般的仇恨 毕竟万一秦国发怒 区区魏国是万万抵挡不住的 但赵胜跟魏无忌是抗秦派 二人好说歹说 并以淳王齿寒的道理给魏王疏导 魏王才决定发兵援助赵国 视线回到赵国 赵胜的交兵之际起了成效 胡商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于是赵胜趁机夜行百里直取秦军大营 胡商措手不及损兵折将 魏王也同时将秦国太子的尸体送回秦国 迎记听完坏消息悲痛万分 叶阳见到儿子尸体直接当场昏厥 魏王太后沉默不语 自己最疼爱的长孙 在儿子的计谋下死于非命 他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但悲伤并不能解决事情 迎记势必要让敌人付出代价 痛罢 迎记也只得收拾心情 他首先任命张鹿为相国讨伐魏国 其实 对于迎记罢免未然 贬斥米蓉的操作 魏王太后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面对自己惨死的长孙 魏王太后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情绪 但已经成长为帝王的迎记表示 为了成就大秦的霸业 就算是自己的巷上人头 也能够轻易舍去 为了我秦国能进去 何人不可守 即便 是我迎记竞向这颗人头 一颗取而奉上 米王太后听罢兴会议了 自此之后 不论迎记如何求见 米王太后就是不肯 而此时 被夺了兵权向权的魏冉跟米蓉 正在向米王太后诉 讲述迎记对这些个老宗亲们 耍的强硬手段 米王太后却将魏冉一顿训斥 说话间 迎记的两个弟弟 金阳军跟高陵军前来求见 二人的求见让米王太后倍感意外 不料 二人一见面一开口 就是要求罢免迎记 另外立新的秦国国君 米王太后当下并没有表态 只是让几人退下 过几日 迎记照常求见米王太后 但米王太后仍旧不肯见她 不过这次她让魏丑夫转交了一份书信 书中说道 从今往后跟迎记只讲母子情谊 不再会以太后 国君的身份交流 迎记有几分伤心 本来要黯然离去 但为丑夫又交给迎记一封书信 信中说道 她的舅舅未然米荣 以及两个弟弟都意图另立新军 米王太后内心自然不愿意 但考虑到几人是亲人 不欲降罪 但出于母子之情 还是得告知迎记 迎记看罢大小不已 但笑声中暗藏悲凉 暗藏对亲情的失望 缓过神来 她下令白起将兵权全部回舞 以防再生事端 同一时刻 米王太后命人传令迎记 要见她与重孙子子处 祖孙三人见面还算是其乐融融 俨然一副附加的天伦之乐做派 米王太后似乎已经不怪罪迎记了 也与她画了许多家常 还叮嘱迎记 从今往后要照顾好自己 迎记看这样眼前的母后 感觉有点迷离 但却没有多想 她不知道的是 此一别 就是母子二人的最后一面 这一日后 米王太后就将自己关在宫里 谁也不见 谁也不看 什么都不吃 什么都不喝 面对迎记和孙子的苦苦哀求 她绝食而亡 米王太后的一生 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在危难中坚毅的母亲 这个在飘摇中睿智的太后 期间艰辛无人知晓 从一个青春少爱的少女 到一个断世干枯的老狱 她将一生都奉献给大秦帝国 最终也离开了她最爱的儿子迎记 而迎记真正自主执政的时代 也就从这事开始了 想起这么多年以来 米王太后对自己的照顾与教育 迎记心里悲痛不已 面对米王太后的灵舅 迎记常跪不起泪流不止 但作为帝王的她 同样有很多不得不做的决定 米王太后的葬礼结束不久 迎记就将魏然 米荣还有两个弟弟逐出了咸阳 并且下令永远不得进入寒谷关 至此 整个大秦上下 就只听迎记一人的号令 属于她的时代 正式开启了 而米荣跟魏然也在几年后 寿终正庆 没过几年 迎记就在朝堂上宣布 迎住便是新的太子 而且行监国的职责 而张璐也如愿正式成为秦国宰相 张璐此人虽有才干 但却是衙子必报之人 对于当年帮助过她的郑安平 跟王姬她十分优待 甚至还求了封赏 臣以败为丞相 亦算是有几分功名 有两位恩人 臣迟迟未作回报 此事令臣如耿在喉 寝食难安 而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 他也不会忘记 他将自己的仇怨对迎记和盘托出 迎记十分理解张璐的恨影 当即承诺要帮他报仇 而报仇的第一战 就是魏国 这也暗和迎记心意 当年太子在魏国生死 如今还有张璐受辱的怨念 不过 报仇的方式也不一定是兵戎相见 张璐有自己的办法 他打扮成落魄的样子 去往魏国求见虚假 虚假一见张璐落魄的样子 可能是故人相见多有伤感 也可能是曾经被刺过张璐内心不安 他对张璐还算不错 打算接济他 张璐称自己现在给秦国丞相赶车 还算有点文禄 虚假不宜有他 跟着张璐进了秦国丞相府 问过了侍卫才发现 原来张璐就是真正的秦国丞相 当时就唬出一身冷汗 立刻赴金请罪 张璐虽然报仇心切 但念在虚假尚且有故人之情 便一番痛斥赶走两世 剑王基与正安平不解 张璐却只是对虚假的良善之心而心软 但为了给自己一个了结 他还是得羞辱回去 第二天 张璐大摆言习 虚假也受到了邀请 但却被张璐派人强摁脑袋吃草料 虚假又羞又亏又怕 眼见时机差不多 张璐就让虚假滚蛋 还让他带口信给魏王 让他交出丞相魏齐 否则到时秦国大兵一道 魏国将会寸草不生 虚假将张璐的要求带回魏国 魏王惧怕秦军 便让魏齐自我了断 魏齐自然不肯 这时候虚假提议 可以前去投靠赵国平原军赵胜 此人仗义之名震骨朔金 想来应该不会拒绝收留流亡之人 魏齐听罢也指的赵左 而张璐在听说魏齐逃往赵国 便知道是去投靠赵胜 于是让秦王下令 要赵胜来咸阳一会 以此逼他交出魏齐 一心报仇的他以秦王的名义 邀请赵胜来咸阳做客 赵胜不敢得罪秦国 如约来到咸阳 银记也很给面子 带着文武百官在殿外迎接赵胜 还拉着他一起进殿 亲密的仿佛多年好友一样 在分别落座之后 银记谈起自己这个丞相的由来 言谈之间莫不是对张璐的喜爱 随后又很自然地提起魏齐之事 直言此人是张璐的仇人 赵胜也知道秦王这么说是为了什么 他表态秦魏齐并不在他的府上 倘若魏齐得罪了秦相 藏医在我的府中 我赵胜也绝不会把他交住 更何况他现在根本就不在我的府中 就算有 出于道义他也不会交人 但银记却留有后手 原来他早已经修书一封交给赵王 如果赵国不肯交出魏齐的人头 那么秦国就不会放赵胜回去 不仅如此 还会出兵攻打赵国 赵胜听完又气又闹 但无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虽然不敢发作 但赵胜也发誓 如果他交了人 那他愿意自此留在咸阳给银记签马 其实 银记做到这个地步 不单单是为了张璐了 这件事还能看出赵王跟赵胜之间的关系 果然 赵王只是简单寻找之后 就跟银记说赵国并没有魏齐此 事实上 赵胜早在秦国使者抵达之前 就让门客通报魏齐逃跑 魏齐随后找到赵国丞相于清 于清建议魏齐回国寻求庇护 但魏齐知道 魏王惧怕秦国大军 但如果换个思路 去找姓邻君魏无忌 应该是可以得救 魏无忌素来也是宽人温和 想必一定会帮这个忙 一开始 魏无忌并不愿意接待魏齐 其实也能理解 毕竟魏齐得罪了如日中天的秦国 但魏无忌的门客却说 于清与赵胜一个贵为丞相 一个贵为公子 都能舍弃自己的官位 与自由帮助魏齐 如今魏无忌身为本国人 却不愿意救本国的丞相 怎么样都说不过去 魏无忌听完很是惭愧 当即便驾车去追 然而 魏齐在魏无忌拒绝接待的时候 就已经自吻身亡了 魏无忌痛哭不已打算后葬 但于清此时出其冷静 他认为 既然人已经死了 倒不如用魏齐的人头 平息秦国的愤怒 至少还能换回赵胜 事情就这样草草落寞了 如愿以偿的张璐 用回自己的本命范君 还精心筹划了东征的策略 他认为 只要打到哪里屠城到哪里 他们就会惧怕秦国 但白起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此举太过于残暴 就在几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银记及时制止 而范君则提出第二点 远交进攻 但白起同样反对 他认为此举过于迂腐 如今各国不信任秦国 很难交到稳定的盟友 但银记却还是比较倾向范君 于是命令白起出兵 自律的帝王有多可怕 银记来告诉你 秦王银记四十四年春 白起领兵攻下了 韩国的南洋与野王两帝 与此同时 银记奋兵直指太行径 与秦阳二帝 为吞并上党郡做最后的准备 此时此刻的韩国国内一片哀哄 眼见上党要不保啊 文武百官建议韩王 不如直接做个人情 将即将落入秦国口中的上党郡 直接送给秦国 如此一来还能借机 止住秦国的兵戈 将来再做打算 韩王私存再三同意了这个选择 可虽然韩王如此决定 上党的百姓却不愿意被秦国统治 他们一致祈求上党郡太守带头抗秦 太守见民意如此 只得尚书韩王 可韩王已经被秦国吓破党了 为了不让秦国退兵之事再生事端 他下令处死了袁太守 任命冯廷为新太守 只等秦国接收官员来了 就交出上党 来到上党的冯廷 看到百姓们重置成长 一致不愿归降报秦 他也动了侧影之心 但以上党的人力物力 实在是没办法抵御秦军 于是他心生一计 冯廷向百姓提议 可以将上党全郡献给赵国 以赵王的性格 不会放走这块肥肉 而赵国如果接收上党 必定会招来秦国的报复 到时候 三进又能有理由联合抗秦 此乃驱虎吞狼之计 这边正说着 另一边的赵王可能是被人安排的 明明白白而做噩梦 一较惊醒不知所谓 指得让巫师帮忙占卜姬兄 但巫师却不明所以 正好在此时 冯廷书信已到 提出献上上党十七郡之地 公子赵报觉得 上党被秦王视作掌中之物 如果贸然接收 势必会激怒秦国 但平原君赵盛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 上党之地乃是上党居民主动归顺 这就是人和 俗话说 上天赐予的如果不接受 那反而会导致不祥 赵王听完后 感觉赵盛言之有理 当下就派赵盛前往上党着手接收 得到这个消息后 迎记大怒 我花费钱财人力 派遣将军日夜攻打 你赵国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 下令派遣王和进攻赵国 也许是施老兵疲 也许是将领缺乏才能 几场大战下来 秦军死伤颇多 远在咸阳的文武大臣得志后 立刻分成了两派 武将们提议 伤亡颇多不如收兵回搏 但范居认为 一股做气在而摔 如果贸然撤兵 不仅功亏一困 还会导致士气衰弱 迎记深以为然 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上党 在后方的支援下 前线秦军誓死如归 真让他们突破了上党的防线 协助防守的赵胜下得连夜盾投 在范居的建议下 秦军趁势追击 一路打到长平 只要打下长平 赵国首都邯郸就是掌中之物了 而赵国此时 也终于认知到秦军的可怕之处 俗话说 老将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这连坡临时出战秦军 知道对方远道而来 加上刚刚打了几场胜仗兵风正胜 万不可与其正面交锋 于是兼必轻也死死把守门关 终日饮酒作乐部与秦军交战 这下 两个人可着急了 一个是秦军统帅王和 一个是平原军赵胜 赵胜觉得 此战关系到赵国胜败 但是赵国足足有四十万大军 每日后勤就是大难题 按赵胜的想法 倒不如派遣之前 对秦作战得功的赵舍之子赵国 此人自小熟读兵书 颇有奶腹之风 而王和那边则是士气即将下滑 预称赵军尚未立足一战破敌 只是连坡公于防守滴水不漏 根本没有可乘之机 另一边的连坡在赵王的催促下 只得派出一小队士兵侦察 结果被王和抓住机会冲击阵营 赵将赵如被杀 只是赵军前上 引速会进禀报 随后的数次战斗果然验证了连坡的想法 秦军一路高跟猛进 好在连坡心中已有想法 在丹水之地以一代老 不论王和怎么挑衅就是不肯出战 秦军无可奈何 收到前方战报的营迹开始担忧 这连坡老将军稳健作风文明七国 倘若长平之战久攻不下 其他国家可能会闻风而动 可是如果就此撤军 那之前的努力都会化作一潭秋水 同样苦恼的还有赵王 虽然长平算是被连坡守住 但赵国四十万大军也是不小的负担 丞相于清认为 此时可以用重金贿赂各国全臣 就算他们不出兵铸照 也能逼迫秦国主动撤军 赵王想到让赵盛去秦国和谈 而于清则去各国游说 果然得知于清出使各国的消息后 秦王被迫暂时同意了赵王的和谈要求 虽然范居主动请赢要出使魏伯破合纵之计 但赢记拒绝了他 看到这里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 白起呢 他不是战国第一杀神吗 其实 自从跟赵国开战 白起就被调回咸阳 但眼看长平之战旷日持久 白起知道 自己不能回避 他直接进攻要求挂帅出征 可赢记却有别的打算 而是说要派白起出使魏伯破坏赵国的合纵之约 在府长董之前 寡人 向老五安军去一趟大梁 大梁 两方人马接按原定计划和谈的和谈 伐谋的伐谋 范居与赵胜虽相谈甚欢 却犹如打太极般你来我往不说重点 但见到白起的魏王感觉就要糟糕得多了 对于秦国的恐惧已是深深地扎根在魏王的内心深处 如今见到秦国的战神白起 在想到他以往的战功赫赫 简直可以说是如芒在北 而其他各国的态度也是十分暧昧 第一杀神白起突然造访是一种什么体验 战国四公子可太知道了 在营记的授意下 白起周游列国 但魏国于清于楚国的黄蝎都觉得 他可能是为了破坏合纵联盟才来的 因此 他们与信陵君魏无忌共同商议 由魏无忌出面陪白起外出游玩 他二人则进攻劝说魏王尽快定下合纵联盟 可白起威名赫赫 魏王不敢贸然答应 二人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离去 眼见合纵之事不能成功 黄蝎便提议可以刺杀白起 即使如此 我等一刻 效仿当年白起之事 以牙还牙 纵使他三头六臂 终究有限 于清认为 此时应当先与信陵君为无忌商议再做决定 但黄蝎坚持认为 先做成此事再说其他 于清稍一思索后 只得同意了黄蝎的提议 与此同时 范居跟赵胜的谈话也没有太大进展 二人态度都十分坚决 互相不肯退让 而又互相责怪对方没有成名 赵胜甚至愿意请来上党太守正名 上党君是自愿加入赵国的 但范居却亮出韩王的出让文书 证明上党才是秦国的土地 二人争执不下 范居只得将韩王请入大殿 以此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果然 韩王一出现就责怪上党太守私自转让上党 是无视君父的行为 按照现在的事实 上党也确确实实是归于秦国所有 赵胜见状 只得出言讽刺韩王为秦儒 韩王也不甘示弱 之前秦国供我上党 你赵国 可曾身出原始 可当上党军手将上党攻守 让给你赵国之事 你赵国却当即即生 反问赵胜当初上党被秦军围困的时候 你赵国跑到哪里去了 如今又宣称上党是你们的 赵胜无言以对 韩王越说越起拂袖而去 另一边 魏无忌还在跟白起萌奥参观魏谷 正在这时 一群黑衣人冲出来欲刺杀白起 好在白起与萌奥二人武功高强 黑衣人一时半会奈何不得 眼见黑衣人人多势众 白起萌奥渐渐渐不知 魏无忌还发现 黑衣人完全无视自己 于是就知道这些人是谁派来的了 他狭义之心顿生 当即赤退黑衣人 表示宁可正面跟白起较量 也不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获胜 返回大量的魏无忌与黄歇 在魏王面前发生了争执 魏无忌认为 白起英雄无敌值得钦佩 只能在战场上一决高低 但黄歇不以为然 认为只要能达成目的 不管什么结果都可以 眼见争吵还会持续 于清及时出场打断二人争执 并且劝说魏王 让他尽快合纵抗秦 魏无忌也深以为然 虽然魏王还有犹豫 但在魏无忌的坚持下 也同意了合纵之势 经过刺杀一事 白起匆忙回到咸阳 一见到银记 就将楚国魏国联合的事情上报 但他也已经想到了破解之法 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原庸之地 但白起不知道的是 魏无忌深谙兵法 也知道决战地点是原庸 不等情军集结 魏楚联军就已经抵达原庸城下 面对魏楚和兵 白起只得面见魏王 劝他三思而后行 如果魏王执意联合楚国 那么在不远的将来 水焰大凉之势就会上演 如果魏王放弃合纵 那么在五年之后 原庸之地将会归还给魏国 魏王闻言 果断放弃了合纵 江山社稷之威 是本王的头等大事 于是合族倒在 本王口罩 绝不与赵楚联军反秦 由于魏王退出了合纵大计 赵胜旨的黯然回国 赵伯上下文武百官一片 绸云笼罩头顶 再加上大汉之年 赵军士兵已经吃不起饭了 可秦军似乎并没有受影响 迟迟不肯撤军 赵王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赵王不知道的是 秦军的补给也已经岌岌可危 范居本来提议 也许暂时退兵来年再战会更好 可盈济却坚决不肯 还警告了范居 看来 盈济这次是要动真格的 但就算盈济心意已决 还是得处理后勤之事务 这时候 盈济想到了从八蜀取良 于是下令白旗打开 数道为秦军运送补给 寡人知道 八蜀礼兵那里还有些量 寡人以命丞相 调拨宫中之金银与你 更要命你 开除数道 你把军运运送 与此同时 赵国的朝堂之上 很多官员已经对连坡的 以义代劳之计非常不满 赵王也是深以为然 觉得必须主动出击 但连坡还是认为秦军强大 不能主动求战 出战也没有必胜之策 于是拒绝了赵王的提议 而赵盛在三年前曾经赞成出兵攻打秦国 如今看连坡一代劳作守长平 也不由得心急 二人发生激烈争吵 毕竟赵盛是国君宗亲 在他的建议下 赵王决定撤掉连坡 改换马服君赵盛的儿子赵阔上阵 虽然赵阔从来没打过仗 但是自小熟读兵书 有时沙盘推演 赵盛都会被难住 也因此 赵国上下都对赵阔寄予厚望 唯独赵阔的母亲 知道赵舍临终之前 曾经评价儿子鸣过其尸指上谈兵 看着离去的儿子知道此战必摆 垂泪不已 话分两头 赶到蜀郡的白起跟水公令礼兵会合 两人商讨一番后 白起决定取道建门关修战道出巴鼠 而远在邯郸的赵王 在赵阔一番慷慨激昂 壮志雄心的言论下 已经是蠢蠢欲动 仿佛明天就可以入主咸阳 但赵王没有马上答应 而是让赵阔说服其他主防守的大臣 到时候 爱怎么主动出击就怎么主动出击 赵王不知道的是 他跟赵阔秘密交谈的内容 已经被身边的侍卫出卖给秦国 赵阔根据赵王的指示 在朝堂之上舌战群儒 大谈特谈主动进攻秦军的必要性 并且将自己的用兵之道 跟战略方针大谈特谈 惹来众人频频称赞 虽然赵报等人不赞同出击 但赵王心意已决 今日朝会 赵阔用兵之道 寡人之意 赵国 先命令你为将 速做出 详尽攻守之方略 另一边 白起在四川带着民夫们一步步修出战斗 富饶的巴蜀盆地的粮食 就这样顺利运输到秦赵前线 而远在咸阳的营井 就这样等着白起的归来 他知道 跟赵国的战斗是关生死存亡 是关他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即使在南都不可以退缩 同样的 赵王也知道此战已经迫在眉睫 此前三年的对峙 已经是双方的极限了 这一仗不管谁胜谁负 胜者定是战国超一流强国 败者定会一蹶不振 而在白起的努力下 一车车粮食运到了前线 将士们欢心鼓舞 这意味着他们不必结义所使了 而对面的赵军则怨声在道 没有食物的他们 不知道还能度过几个日夜 长平之战毕竟耗事很久了 秦国虽然还有粮草 但总归是施老兵贴 营寂也想尽快结束战争 只是苦于赵军指手不公 但白起分析 赵伯肯定会因为各种原因 而更换统帅的 范居深以为然 还献上了一条计谋 很快 赵伯的密探就探知 白起重病的消息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秦人最惧怕赵施之子赵阔 因为他深得乃富真传 消息传回赵伯 朝堂上形成两派 以于清赵报为首的人认为 林郑换将于军心不稳 所以不赞成换下连坡 但以赵胜为首的人 却认为赵阔尽得赵施真传 深谙用兵之道 故而让赵阔代替连坡 与秦国决以死战 必能大获全胜 几次权衡之下 赵王同意赵胜的提议 任命赵阔为新任统帅 在一个寂静的深夜 营记亲自来到白起府邸 君臣相见自有一份默契 白起心之营记雄心壮志 寡人的五万君 秦赵一战 乃我老秦人 祖祖辈辈 引尽期盼之荣誉胜战 使官千贡 胜败 必定千贡 亦明白此去长平 不成功便成人 他有必死之决心带领军队 而赵曼亦如当初如言 亲手捧上秦剑交于白起之手 由他带往长平 年轻的赵阔上任一使 便下令士兵吸渡丹水偷袭秦军 却遭到副将们的一致反对 认为此举过于草率且冒进 副将们都是跟随连坡征战多年的老兵 都知道敌我行事 但年轻气盛的赵阔根本听不尽老将所言 只认为他们之前都是连坡的副将 所以才会不服他的管教 意气用事的他一言不合便将所有副将撤换成了自己的人 并下令派出十万士兵突袭秦军 打算全军出击跟秦军一决辞雄 于是从左右两翼各自调派八万大军围剿秦军 白起让手下将即救济阳装败退 赵军见秦军不敌 士气大震 索性攻占秦军西壁垒 赵阔更是亲自率领四十万大军乘胜追击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在白起的预料之中 带兵追赶白起的赵阔在路上遇到百姓的阻断 原来就连当地百姓也觉得事有蹊跷 纷纷赶来劝说赵阔不要追击秦军 我等草民觉得事有蹊跷 方才经过的秦军不像是败军逃兵啊 我等恳请将军不要再向前追击 但赵阔一心求胜 根本听不进别人说的 执意带兵追击到了名为老马岭的地方 已经攻后多时的白起 令十万秦军一带牢跟赵阔正面对局 同时还调派人马 一路切断赵阔后路 一路切断赵军粮草不极限 这时候赵阔才知道自己已经重击了 他也大概猜到了 此时秦军的统帅必定是白起 于是当即下令所有将士突围 这时候的赵军 已经没有一开始作战那样的事情 连续作战加上实不果腹 让赵军疲惫不堪 面对以意待劳的秦军 赵国人溃不成军 火光冲天之下 一个又一个赵军倒在地上 赵阔明白 这一仗自己无论如何都赢不了 看着漫天遍野的秦军 束手无策的赵阔只得派人前往邯郸找赵王求助 得知赵阔以及四十万赵军被秦军包围的消息后 赵王六神无主心急如焚 此时赵盛建议 再次征兵前去解围 毕竟这四十万大军可以说是赵国最后的家庭 无论如何都得保下来 另一边的白起 也同样找营记求援兵 营记快速反应 让范居赶往河东敦促王姬征兵 当下就输送了五千升力军去往前线 而此时的赵阔仍然没有放弃努力 他不断让赵军突围 但秦军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 不管赵军如何冲击 秦军都是窥然不动 几次突围下来 赵军损失惨重 面对这样的现况 赵军士气更加低落了 而终于争到两万士兵的赵国 在赵盛的带领下正要前来营救 但半路被白起准备好的扶兵扶击 无奈之下 赵盛只得暂时回国 看着突不出的包围网 赵阔如痴如醉 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士兵 没有军粮 他只得将最重要的战马当作粮食 将军 以无伤马 傻马 将军 但就算如此 还是有不少人饿死累死 远在邯郸的赵王之道 这次的劫难 赵国很难逃掉 四十万大军在他跟赵阔的手中 几乎化为鸡粉 同时 还有赵国内争亡图霸的野心 全都化作一滩秋水 白起 这个在战国七雄中 让人闻之打寒的名字 还有一个人静皆知的绰号 人图 这个称号的由来 就是长平之战中得来的 高地之上 白起所成胯下战马有些慌乱 因为高地下有几十万人人头攒动 看着眼前溃不成军的赵军 白起只是淡淡一句 赵军该降了 传我的令 让赵军喊话 诺 赵军 赵军该降了 在赵军的营帐内 年轻的将军赵阔几天内就憔悴了不少 面对秦军的势不可挡 副将们提议可以暂时诈响 等白起放松警惕再行便宜之事 但赵阔拒绝了 他知道 深谙作战谋略的白起 绝对分得清什么是真投降 什么是诈响 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虎狼之情手中 尽可能地保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 这也是赵王最后的一点火种了 绝境仍有生机 权力突围或可破敌 下定决心的赵库 命令赵军兵分四路朝着四个方向反复突围 就算战死 也要给之后的人垫出一条路 自古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事这句话 看来还是没错的 赵阔少年一起 不仅不能容忍自己成为降将 使家族蒙上羞耻 而且也不愿以自己为代价 成就白起的名声 他宁愿战死 也不愿投降 结果 在冲锋的过程中 赵阔被秦军中射来的一支箭命中要害 当场去世 失去赵阔的赵军等于失去了主心 他们已经无力再行突围之事了 投降 成为他们唯一的路 这也意味着 持续三年的长平之战 就这样结束了 消息传回各自朝廷 启禀王上 赵寇将军战死 我军胜于士卒全部相牵 赵王气得当场晕厥 而秦王迎记也激动得云无伦次 范军此时已经考虑到后续事宜 他认为 赵军俘虏上有二十万 如何处理已经成为难题了 他们现在因为饥饿而投降 但作为俘虏 秦军要攻击他们粮草 一旦他们缓过神来 二十万人一起冲击 只怕到时候秦军已经无力阻拦了 这个想法跟白起不谋而合 只是 白起不想妄造杀业 还是寻求有没有更温和的解决方法 然而范军心意已决 而且杀福之事 不仅不让营寂出面 自己也不严明 只是不调派给俘虏的粮食 不走受降一事 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白起你自己动手 而且你动手之后必须一人担下 与秦国无关 代价是 从今往后 白起这个名字在六国之中 绝对会成为恶魔的代名词 白起的副官大概也知道是什么结果 他顺道去拜见了白起的夫人赵曼 得知这一情况的赵曼类如雨霞 一边是自己的同胞 一边是自己的丈夫 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更让他难过的是 营寂跟范居全然不顾君臣 同僚之情 要让白起独自承担这个千年骂名 他直接面见营寂 要求营寂收回成命 朝堂上 白起的夫人赵曼正在剧里力争 而他面对的 是战国第一雄主秦王营寂 营寂铁铁着脸色听完 直接否决 赵曼再度提议 如果真要杀赵国将族可以 但是要秦王下一道书面照令 营寂犹豫了 此时范居出现 打断了二人对话 称一切都是他的主意 跟营寂没有关系 赵曼气炸了 他质问范居 为什么治白起狱不仁不义 但范居以家国大士的帽子为反击 甚至颇为理智气壮 白起封号武安君 自当以武力安定天下 安定天下的过程中 区区二十万将族的生命 区区一个刽子手 屠夫的称号 又有什么所谓呢 赵曼范居两人争执不下 此时营寂也已经有了答案 他表示 愿意以书面的刑事 命令白起杀将 但是赵书将会是一纸空文 寡人将 另遣一个军需令证 到武安君面前 把这个 交给他 上面 写什么 什么都不写 让武安君自己决断 怎么做 都靠白起自主意断 后世的人谈起白起 也只会说他揣测君王心思 不是以杀人为乐的屠夫 但赵曼仍旧不放心 要求亲自带信前往长平 皇上 我在家中 坐立难安 能否 和新任军需令长 一同赴长平 看望夫君 寡人准了 你去吧 不谢我 营寂稍稍思索之后 勉强同意了 带着书信的时候 赵曼有些高兴 他觉得既然无字赵书 全让白起自己决定的话 那白起自然不会罔顾 二十万条生命 赵国人的性命 可算是保下了 可赵曼不知道的是 无字赵书 不是让白起便衣行事 以君臣之间的默契 白起绝对能明白 秦王是什么意思 也难怪盈济不介意赵曼 去找白起 也不怕赵曼说服 白起不杀服辱 因为对于白起的赤胆忠心 他有十分的信心 当赵曼跟随信军官 抵达长平后 白起也看到了 那封无字赵书 他瞬间就明白了 赵曼的意思 在妻子跟国家之间 白起只能选择国家 可他的心中 仍旧是泛起一阵恶寒 赵曼此举为了国家 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偏偏 要他白起来做呢 看着眼前哀求 自己放过俘虏的赵曼 白起沉默了 我做不到 这几个字在嘴里 咀嚼了很久 就是没法言明 他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找了个借口 便回到自己营帐中 他没有召集中将商议 只是正正地看着赵书 独自做到天亮 到了该做决断的时候 白起知道 这些俘虏无论如何 都不能留下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这些俘虏 在上路之前 能够吃一顿饱饭 他告诉俘虏们 吃完这顿饱饭 他们就可以回家 俘虏们沸腾了 一边感恩白起的恩德 一边悲伤于此前 被杀的同伴 战争就是如此 他给人带来的 不仅是国破家王 还有那些活下来的 饱受痛苦折磨的思绪 很多人终其一生 都没办法磨平伤疤 看着眼前的赵军 白起的眼神中 已经多了几分杀意 月色下 秦国人的战刃挥舞着 赵国人的人头滚落一地 这时候的赵曼才知道 自己曾经的想法 有多么天真 在此之前 白起还给了这些俘虏 一口热饭吃 把他们感动得痛哭流体 一边感念白起的恩德 一边畅想着回家的生活 毕竟 他们已经在长平这个地方 消耗了三年的时间了 听到能够顺利回家 他们一人一句白起可信 这让白起觉得 自己接来下药做的 将会让自己 现在的人一名声 变成一个笑话 有道是 重气焰病如损红 回风送客吹阴火 防鼓完蓝收断足 折风赤问层贵肉 当一切准备就绪 趁着月色的掩护 白起下令 除了几百名未成年的士兵 其余赵军将族 进阶屠路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回想起曾经自己自由自在 叱咤风云 白起的内心悲痛而无力 赵曼不懂 他不懂军国大事 不懂赢记的雄心霸业 不懂白起的无可奈何 他把起配件 对白起刀剑相向 看着双手沾满鲜血的白起 赵曼绝望了 满目疮痍 失衡遍影 持续三年的长平之战 以这样血腥的结局 落下帷幕 赵曼无法接受白起的选择 只身带着那几百名 年幼的士兵回到赵国 而如今 秦国兵风大胜 白起乘胜追击 带着手下人一路高歌 直取邯郸 赵王坐立难安 询问文武百官应该怎么办 此时 大夫罗缓出面 让赵王亲自前往咸阳 跟请王求和 当今 依陈下之计 只要求和 求和 我赵国耀国眼下这关 最要紧的是争取时日 只要能拖延战期 即可续集国力 重整旗鼓啊 赵王心中千百个不愿意 但是看着即将残破的江山设计 他也指得无奈顺从 在前往咸阳时 楼环已经做足了功课 他知道范居虽然有才 但是前半生过得十分困困 如今好不容易当上了秦国相国 自然是不愿意任何可能撼动他地位的因素存在 所以他秘密跟范居提出 只要白起拿下赵国邯郸 那他日后的地位 必定会在范居之上 范居明白 赢记完全有可能这样做 他想起了自己困苦的前半生 又想起了赢记对白起的各种信任和仰仗 不完全 那自是战友不守 可能是有安静的 与你何干 助法人得天下 必定不喊之心 终于下定决心 必求秦赵和解 最好是让白起撤兵 不再建功立业 范居也认为 此时应该建好就收 于是顺着范居地画下了撤兵的诏书 白起收到范居下发的诏书 怒火攻心 马上提笔请求赢记给自己时间 不要错过机会 只要给他一点时间 邯郸就是囊中之物 但秦王此时已经不想再费心力 没有等到白起的信件 他就已经跟赵王签订了合约 不过 待到白起书信到了之后 他才回不当初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白起黯然带兵回国 赵国的危机也算是迎刃而解 赵王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 赵国答应给秦国的六个城池 赵王突然又不想给了 但秦国多次派人催促 此事恐怕不能以拖字解决 此时于卿提出 与其将六座城池献给秦国 还得忍受秦国偶尔的进攻 倒不如将城池献给齐国 秦国每次来犯 为表我待秦之心 皆要取六城献与秦王 我王 可把这六座城义送予齐国 秦若得我王六城 必会与我赵国合力攻秦 有这六个城池当作投名状 齐国必定会出兵帮助 到时候 赵国可以借机从秦国那里取回城池 赵王一听 感觉这招非常不错 于是派于清出使七国 得知赵王撕毁长平和约 迎记大为震怒 命令白起立刻出兵拿下邯郸 而白起却立刻报病在家 迎记不宜有他 刚要前去探望 却被范居阻止 范居认为 白起此次报病不出 不是真的得了疾病 而是对上次吉令撤军的事情怀恨在心 迎记沉默了许久 最后派遣王林带兵攻打 就这样 赵国用委曲求和换来的半年和平生活 如今又要面对秦国的攻打 而此时此刻的赵国 成年男性所剩无几 如果要组织其有效的抵抗力量 就只能用此前长平之战中 幸存的年幼士兵吗 赵胜不得已 求到赵曼跟前 让他把带回来的年幼士兵再次派去战场 赵曼于心不忍 可以想到 如果不阻止有效的反抗力量 秦国大兵一道 这些年幼士兵也不能无果 但万般无奈之下 也只得忍痛点头 赵国军民上下全体一条心 虽然兵力少 而且都不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但却意外挡住了秦军的攻击 得到消息的营迹沉默了 于是决定立刻请白起出山 再次带领秦国获得胜利 白起在家中听说营迹要来 当下就明白对方是什么心色 他确实是不愿意带兵 但不是什么怀恨在心 只是此次赵国上下 从国军到百姓全都一心一意死守城池 赵王还以割地 送人质的代价 笼络各国 如果此时一定要带兵强攻 就算打下了 也会付出惨痛代价 而列国看到秦国受创 必定也会蠢蠢欲动 但一心要拿下赵国的营迹 根本听不尽白起的话 营迹见白起尤言不尽 只得派遣王和攻打邯郸 长平战时 王和曾是武安军的副将 臣以为要派援军 改命王和为主将出征 攻打邯郸 好 你下去曹赵吧 结果大军惨败 怒气冲冲的营迹再次找到白起 完愿他死活不肯带兵 导致秦国吞下败截 白起也不惯着 就算白起亲征也不能扭转战局 况且 白起旧伤未愈 还望我王体谅 直言到如今这个情况 就算是自己带兵 也很难打下寒淡 逆天而为 只会白白葬送秦国士兵的生命 恼羞成怒的营迹不愿意承认是自己做错 只当白起还在怨恨自己 恨自己逼他坑杀赵国降兵让他留下千古骂名 无奈之下 营迹只得借酒交仇 他借着酒力问范居是否只能退兵了 范居虽然没有军事才能 但是他一下就猜到了营迹的心思 自然是不同意退兵的 无奈之下的营迹 只得命令范居穷尽一切的办法 也要拿下邯郸 这时 范居提议 由自己的好友郑安平与王机领兵 邯郸唾手可得 三人都认为 以秦兵的强劲 赵国的孱弱 打下赵国不过是一战而就的事 这不就是白来的军功吗 加上此前王和已经消耗过一波赵军 可以说是更容易了 此时 赵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虽然邯郸成守住了 但梁草已然告急 如果没有援助 邯郸恐怕坚持不了太久 这时赵王提出让赵盛前往楚国 跟楚王一起商议合纵之事 原本准备出发的赵盛 本来想挑选20名得利的门客 结果挑来拣去也只得看看19人 这时 一个名叫毛岁的人主动请应要出示楚国 赵盛一开始并不愿意带毛岁前往 因为毛岁此人平时默默无闻 想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 但毛岁却直言 此前之所以默默无闻 只是因为时机未到 如今时机到了 他的才能就会像锥子放在口袋里一样凸显出来 赵盛将信将疑 但事发突然 也只能勉强带上 果然 当赵盛跟楚王沟通僵持不下的时候 毛岁冲到楚王跟前 气势一变更换了个人一样 就算是楚王也不由得罚钱 加上毛岁有理由剧痛陈利害关系 终于让楚王同意一起抗击秦谷 有人因此说 毛岁此人平时从未表现自己 差点没有被选中当陪同初始 而其余19人整日空谈 如今却派不上用场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还能说平原均能够识人才吗 我们先搁置一旁 随着楚军加入这场战役 魏国也很快在魏无忌的带领下 加入了抗秦的行列 几人一番探讨 决定拿郑安平开刀 他们知道 郑安平此人素来没有谋略 只是早年间对范居有大安 才能获得如此大权 于是便派黄蝎炸败 引得郑安平率军追击 到了约定地点 三国军队扶兵进出 三国军队合力围攻之下 郑安平只得投降 而郑安平投降的消息传回秦国后 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毕竟秦国人输过 但是从来没投降过 这让举荐郑安平的范居坐立不安 按照秦国法律 如果有人触犯法律了 那么举荐他的人也要被连坐 思来想去 范居背着荆棘在朝堂之上 向迎记请罪 但迎记却一反常态 不仅没有治罪的意思 反而表示念在过去的功劳上 会放过范居 范居心眼多 趁机提出 虽然迎记不治罪 但是恐怕秦国百姓也不会放过他 为了让范居放心 到郑安平投降的事情 诛灭三族 此举让本就蠢蠢欲动的言论 更加沸腾了 朝野上下只觉得震惊 就连范居本人也多少带点惶恐 但迎记并没有过多纠结 只是转过头警告王姬 王姬 你也是丞相举荐 你若有任何疏忽 举荐你的丞相 会给你陪葬 如果何东俊没有好好赏 不仅他全家不保 范居也同样不能忍 胆小的王姬慌忙表示自己一定不如实 死守何东 王姬走后 迎记转身扶起范居 帮他解下荆棘披上外衣 同时还给予丰厚的赏赐稳定范居心事 但毕竟秦军已经输了两阵了 为了讨回场子 范居再次禁言让迎记起用白起 可一提到白起 迎记就怒从心头起 他始终耿耿于怀于白起不肯带兵之事 如今范居此言一出 他又想起不愉快的往事 当下一道赵令 宣 武安君白起有罪 贬为事务 先往阴命 尊长 让白起重新从士族做起 而且还要发配边疆 此时身在赵国的赵曼 心里还牵挂着白起 准备动身赶往咸阳 再去往秦国之前 他先去往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有点类似于平民窟 但此时由于年代过久 老家已经空荡荡的了 满目疮痍之下不胜凄凉 赵曼正准备转身离开 突然遇到了十玩伴 这让他更加心酸泪流满面 二人聊起过往跟当下 赵曼才知道 玩伴的儿子在长平之战中阵亡 二儿子也刚被送上战场 赵曼只觉得愧疚 当下坦白称自己就是白起的夫人 我愁家恨之下 再好的玩伴也难以跨过这道看 赵曼只觉得难过 转身便要离开 而赵曼在得知了他要离开的消息后 一路及时赶了上来 他感谢赵曼为赵国做的一切 同时还让他转达自己 对白起的感谢与仰慕 看来赵曼也知道了屠杀俘虏的事情 是迎记暗示的了 赵曼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也大概知道赵曼话里话外的意思 他也知道 白起忠于秦国 是不会做出被主弃义之事的 为了不给白起的名声带来屋顶 赵曼甚至不愿做赵国的满车回去 就这样 赵曼再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母国 日夜兼程赶回咸阳的赵曼猛了 因为他一进门 就看到王公派人宣读秦王赵令 让白起前往边疆当个小组 虚弱的白起连接纸的力气都快没了 只是让内侍让他能够多待几天 最好是带到赵曼回来 听到白起说的话 赵曼也顾不得起他了 冲进屋子里就扶起白起 他让内侍帮忙转达给迎记 等到白起身体好一点 就会带着他一起启程 另一边 连作之罪被赦免的范军心里有些打捕 他很奇怪 赵曼对于此事的态度 有些不放心的他跟王姬提到这件事 二人思来想去指得出一个结论 白起只忠诚于秦国 但赵曼想要的 却是整个天下 二人的规划早已背道而驰 也难怪赵曼会突然让白起当小组 也难怪赵曼会赦免善于揣测人性的范军 王公内 眼见前方连连败退 赵曼心情十分不好 眼看三国联军即将抵达何东郡 范军担心 如果何东郡失守了 秦王此前说的至罪之事 恐怕就要成为真的 于是他主动找到白起是好 让白起挂帅出征 最好是能直接打败三国联军 但此时的白起早已经知道范军这人是什么德行 当成拒绝了挂帅的请求 眼见没法说服白起 范军心里便开始谋划要以叛国罪构陷白起 自古以来 造反之事从来都不是罪正确凿 当有人怀疑你造反的时候 你最好真的有造反的实力跟勇气 否则你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而我们的白起 就是属于既没有造反的能力 也没有造反的想法 毕竟多次拒绝挂帅 自己的兵权早已丧失殆尽了 对白起心怀怨念的范军 又在营姬面前吹风 王上 其实 他也并非闲呆着 啊 军中不少将领 都跑到武安军府上 探望拜见 拜见 是 称白起怠罪之身 还跟朝中武将来往密切 恐怕会图谋不轨 营姬此时沉默了 只是让人带着韭菜去看望病中的白起 而白起这边 虽然卧病已久 但好在赵曼悉心照料 气色已经好了许多了 只是身体依旧十分虚弱 二人闲话家常 回顾着当年初次认识的点点滴滴 气氛相当不错 但是从来抱营姬突然造访 让赵曼非常不适 毕竟 营姬就是当年逼迫白起屠杀赵国人的元凶 踏上起来 见营姬一面 二人倒也是单刀直入 一见面 营姬就质问白起 为什么自己三番五次败将 他都不愿意接受 白起直言 当年按令杀将一事 让他又怕又寒心 怕在营姬能够如此狠 下令坑杀二十万赵军 心寒在营姬将这个千古骂名 送在自己头上 全然不顾自己妻子就是赵国人的事实 虽然如此 但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赵曼对白起也早已没了恨意 更令白起心寒的 是自己即将攻下邯郸的时候 营姬听信范居的话 下令撤军 此后又多次派人试探自己 这让白起无所适从 听完白起说的种种事情 营姬知道 白起心中已经积怨颇深了 二人之间 早已经回不到当初那样和谐的样子 营姬只得拂袖离去 一旁 听完他们说话的赵曼 这才确认清楚 当年长平之战的真相 自己的夫君真的不是那个独断的屠夫 只是一柄尖刀 一柄不能有自己想法的尖刀 赵曼此时心疼到极点 白起这么多年的营远辛苦 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不解 都是白起一个人自己承担 另一方面 回到宫中的营姬 心中十分失落 范居更是在一旁劝说 营姬直接刺死白起 可营姬心中一百个不愿意 先不提君臣之间几十年的交情 就凭白起这些年 给秦国打下的功劳 就不应该是这种结局 就算自己有心要除掉白起 悠悠重口又将如何评价他营姬 过河拆桥 吐死狗碰 范居就是范居 一下就猜到了营姬的心思 当下就表示 可以由自己来当这个恶人 胡安君这寡人的心 早就犯了 只是他不愿 做个反臣逆子罢了 我王放心 明日堂上 由我范衰来做这个恶人 第二天 在朝堂之上 以范居为首的几人 直言白起想要谋反 最主要的原因 是不满于营姬将他贬做小兵 以萌奥为首的武将们 听到文官集团如此诋毁白起 便上前理论 谁料又被范居利用 称白起四节党羽 几个掌握军权的武将同气连之 白起本人不遵守亡命 更是要斩首 如今有人力保白起 也是一样的不遵亡命 唇齿之间 萌奥被对的一点脾气没有 范居更是顺势 要求营姬下令斩杀白起 群臣被说动了 纷纷下跪请求 眼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就算自己再舍不得 白起也只能死去 否则以武安君的威望 就算白起没有想法 手下难免有想当 从龙手宫的功臣的人 更何况两人之间的嫌隙 已经没办法弥补 为了他的雄心壮志 无奈之下 营记只能含泪刺死白起 不过至于赵曼 可以继续居住在咸阳白起谷中 当营记颤抖着双手 将刺死白起的宝剑 放到侍卫手上的时候 营记甚至昏死过去 但亡令语出 白起必死不可 已经快到目的地的 白起跟赵曼 在停车休息的时候 似乎有所预感 白起让赵曼外出打水 留下一句早去早回 饱含对对方的不舍 自己则是静静坐在原地 等待着命运的到来 白起的预感一向很准 当他坐下没多久 那时便赶到了 其实对于营记赐死自己 白起一直不意外 他唯一关心的 是赵曼的生死 当知道营记 没有牵连赵曼的时候 白起放下了 这个战国第一杀神的人生 就这样完结了 打水回来的赵曼 看到一地鲜血跟宝剑 已经明白了所有发生的事 他也只能歇斯底里地哭泣着 只是这次 白起不能给他依靠了 亮剑中的李云龙曾经说过 一支军队的精气神 就在于他的指挥官 当白起陨落之后 曾经不可一世 横扫六国的秦国大兵 此时却被魏楚照 三国联军打得节节败退 三国联军直逼何东郡 郡守王姬大惊失色 三国来势汹汹 大有不灭秦国不回家的意思 自己不安军事 无论如何都很难抵挡 同样坠坠不安的还有范军 如果何东郡失手 等待自己的下场只有一个 死 他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很快 何东郡就被三国兵马团团包围 可以这么说 不管何东郡什么时候羡慕 都已经不奇怪了 迎记收到前方战报后 没法安心稳居咸阳 便亲自带兵前往南田大营 检阅兵马 看着训练有素 眼中带火的后备军们 迎记这才稍稍放宽了心 他们全都是白起带出来的兵 如今因为白起被害而被血藏 无法出征 迎记不由地感慨万千 此时三国大军压境 国内居然没有能够替代白起的武将 这时 迎记注意到一个年轻军官 他气与喧傲 练起兵来如臂食指 或有白起当年的风范 看起来倒是一个男子汉 一问之下才知道 这个军官名为鞠 一家世代参军 长平之战中 傅兄都作为秦国骑兵参战 但都不幸战死 而长平之战胜利之后 傅兄的抚恤经以及仇恨 都落在了他身上 迎记对于这个眼中有光的年轻人 越看越行 甚至要当场败嫁 考虑到就出身一般 便赐姓名 换作迎鞠 任命他为将军 带兵二十万镇守何东郡 而与此同时 在何东郡的王姬 却因为何东失守 而打算学郑安平投降 不仅如此 还厚着脸皮想在各国讨要风傻 当然 小臣是郑安平大人的好友 听说郑安平大人降了 分为武阳郡 那外陈降了就没什么 分赏吗 不太好 这遭到了赵盛 魏无忌 黄歇的鄙视 魏无忌直言 如今秦国将心陨落人才凋毙 只剩下贪生怕死的小人 十分可惜 赵盛知道王姬跟范居的关系 于是打算将王姬的丑态 暴露在秦国人面前 让大家知道 范居的恩人是一副什么嘴脸 何东就这样实现了 听闻联军拿下了何东 三国君主先后赶来 特别是魏王尤为兴奋 毕竟何东最开始就是属于魏谷 当得知赢继已经调派 营究带兵二十万钱来复仇之时 三国决定趁热打铁 再一次建立大合纵的战略 联合气寒烟六国一同伐情 为了师叔有名 还打算搬出周天子 另一边 王姬被送回秦国处 范居见了他气得牙痒痒 这家伙要是死守城池 殉城还自罢了 如今投降了还被人扔回来 王姬吓得连连磕头求饶 范居为了兑现承诺 决定先行斩杀王姬 而就在这时 营纪赶来 决定正安平抓捕归案后 三个人一起处置 此时的营纪相当疲惫 让营究与众将一起商讨 如何夺回河东 曾经周天子有多威风 现在就有多落魄 为了给讨伐秦国冠上大义的名分 赵楚为三国联合赶赴周王姬 想要拜见周天子 几百年来 周天子早已经名存是亡 各国混战 倒也不会侵略周天子 如今三国君主来拜见周天子 周天子身边的东周公建议 不需要见这三位国军 毕竟要是建了 等于跟秦国作对 但是 西周公爵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毕竟赵 楚 为三国约定以合纵之名 劝其 韩 燕共同为周天子效力 周天子说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当营纪得知赵 为 楚 联合六国的力量攻打秦国时 气冲斗牛 下令让秦国军队躲进了山里 从而形成了对坟城的包围 而他去周王基和几个国军谈判 谈判期间不断麻痹诸王 旨意声令下 便派兵取下了河东坟城 统一全国是秦国几代人的夙愿 燕绩也不例外 当他还是一名少年的时候 就服从他母亲的家族 之后坑杀赵军 令白起自我 现在看来 只有燕绩一个人在挣扎 有些罪意的他 居然看到了父亲无事 父子在江山统一上大谈特谈 在驾遇人心上畅所欲言 燕绩在梦里 不再有顾忌 也不再掩饰自己想得天下的野心 燕绩远比其他国军 更有野心和进取心 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用坟城之战 让天下人看清形势 逼周天子善让其位 让天下臣服 当燕绩到来的时候 燕绩才意识到 刚才发生的一切 只是一场幻觉 梦醒过来 燕绩给西周公写信 约西周公见面 并直言要周天子 善让他的位置 如果他不同意 燕绩就打算夺取大位 在西公看来 让天子将天子之位 善让于寡人 是否可行 秦王说什么 就是让周天子退位 寡人取而代之 啊 西周公大惊失色 但燕绩根本不理会西周公 只自言自语地说 自己志在必得 并不介意后人的评价 见燕绩如此坚决 西周公连忙跪地求饶 此时燕绩答应他上位后 属于西周公的36个城 人归西周公所有 在威逼之下 西周公同意劝说周天子善让 当他带着燕绩到了周王基的时候 还没等燕绩看到周天子 周天子就因为年纪大的去世了 从此燕绩自称天子 公元前256年 秦灭西周 当六国正在按照原计划 讨论如何罚秦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燕绩 几人看到燕绩都很惊讶 痛斥燕绩的残忍 秦国是虎狼之国 必须罚之 燕绩不服 毕竟都说圣者为王败者为寇 既然是天道 为什么还要说别的 更何况现在周天子已经死了 他自立为天子 六国都臣服于他更是美式一件 六国自然拒绝 燕绩当场表明 焚城一战定天下 若焚城与秦国一战获胜 六国皆归顺秦国 如果秦国失败 他们将返回韩谷关 永不出关 并割地赔偿六国损失 六国国主认为 联合六国的力量自然能对抗秦国 就欣然同意焚城熬战一事 赢绩达成目的后拂袖而去 来到了当初秦武王赢荡举顶的广场 看着气势磅礴的九顶 赢绩志在必得 对他来说 这不仅是九顶 更是天下 江山设计 为了完成秦先祖多年的夙愿 赢绩下了死命令 营究焚城之战一定要赢 秦以一敌六 然而 当面对这样的攻势时 六国内部产生了分歧 由于六国只有十万兵马 而秦却有二十万大军 赵王建议各国举国之力共同抗秦 胆小的魏王一开始不同意 他害怕如果焚城被打败 魏国便是首当其冲 所以为了保存实力不肯再添兵马 魏王这样做 其他国家也不会给他人做嫁衣 更添兵马 面对众志成城的秦军 来自六个国家的十万军队自然被击败 得知这个消息后 六国虽然不甘心 但也只能臣服于营记 同意把他当成新天子 尘埃落定 营记终于有时间建饭居了 看着憔悴的饭居 营记也没有更多话语 而是命远解开脚链 给做 给酒 营记告诉范居自己已然是天子 寡人要做天子 恭贺我望啊 寡人在想 若当日 你不阻拦吴安军攻取寒丹 今日 又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又一次提到自己曾经阻止 白起攻取寒丹 如果没有阻止 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 事情到此结束 尽管困难重重 营记也算是得偿夙愿 范居一生都在投机 都在揣测营记的内心 如今往事随风而逝 营记答应了范居最后的请求 范属 来 再让寡人 送你一种 给了他一个全尸 斩首了王姬和郑安平 在酒顶之前 营记正式成为皇帝 回忆过往 女王太后颜游在尔 营记毛色顿开 不再拘泥于须名 在六国面前 豪言壮语 秦国不需要六国臣服 以后的秦王将会并灭六国 实现真正的一统天下 公元前251年 营记过世 过去几十年 在营记的带领下 秦国终于崛起为大国 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 为将来嬴政奋六世之渔猎 打下了根基 此后 韩国被内使藤代一旅之士轻易灭亡 王俭带兵数十万灭亡赵国 以及之后的带国 燕国在刺秦失败后 山穷水境被顺势灭亡 魏国遭到水焰大粮举成殉民 楚国在大败秦军后 未能挽回颓势仍旧被命 齐国未能形成有效反击 便轰然瓦解 六世之渔猎 简单的几个字 耗费了多少人力 心血 但最终还是为华夏文明 奠定了根基 天下洪流不停不休 犹如转过了一片雄郡的高原 骤然涌向开阔的平民 荡开了浩浩之势 开始了一次 亘古未闻的伟大转折 但这些都是后话